阿彌陀佛我們那個 繼續 他這個免費軟體可能現在要準備收費了 到時候假如 收費的話我們可能就會中斷了 原期原面嘛 沒關係 因為我沒辦法 這個是義務性質 不需要 不過我們這另外再尋覓其他軟體 剛剛錄的失敗了你們 或者我們就用那個 臉書直播的就好了 那個 剛剛錄影失敗的喔 我剛剛看了一下應該檔案失敗 所以你們就看這個就好了 臉書直播 我們繼續看這個 剛剛已經看了一些這個 類別的東西啊 類別的簡介 每個類別都定義了 定義一個形別 對這段兵文娃娃再看一下 對這段兵文娃娃再看一下 跟電視託中的 Not our concern 這些資料是怎麼被儲存 怎麼被計算的不是我們 關心的,它卻翻成 我們並不關心這些資料,不能這樣翻嘛 他的意思是說在電腦裡頭data,missdata 怎麼會說,我就覺得奇怪怎麼會 怎麼會不關心,它怎麼計算 它如果怎麼 計算你不關心,那要寫這程式幹嘛 1月20 怎麼可以翻成 來,我們又來了 你看它翻成怎樣 我們用修理科的快速來試試看 這些資料如何儲存 或算出並非我們的考量 要使用一個類別 我們不需要關心它是如何實作的 取而代之 我們得知道的是 該行別的物件能進行什麼運算 我們用駕車去要採 works 我們用修理科的情報 我們需要有限載科的 我會說 端身體能進行 然後我們需要 一直以為 能力 想藥 我們需要 支托 我們需要 並非我們 並非我們的考量 要使用一個類別 我們不需要關心他是如何寫作 取而代之 我們得知道 可是該 行別 物件 進行什麼運送 你定一個類別 他一定就 有一個行別在你這個程式可以應用 所以他後面就講說我定一個變數是這種類別的 其實就是這種行別 也不能說這種類別 類別只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類別可以實作出來的一個 instance 或執行個體 他就是一個 這應該說 他這個 所以又來了 新年快樂 誰乖樂 是說 這些 這些 在電腦中 是 我們應該說電子計算是如何被儲存 和 算出 演算出 演算法 這並不是我們關心的東西 資料如何實際上 被存在電腦裡頭被算出來 這很重要 如果是在這個類別裡頭怎麼被算出來怎麼被儲存 哪個變數儲存什麼值怎麼會不關心開玩笑 那你如何設計那個類別 是在電腦中 不是在類別中的 你不在乎你設計這個類別幹嘛 所以他說我們 需要關心的是如何 蛤 拿去用這個類別我們 沒有必要去關心 所以他是怎麼被實作 所以這裡的實作是什麼 不是那個抽象類別 那邊 內別 內別 這個也就含用詞啊 怎麼能夠不關心他實作 假如這是一個抽象那邊 像我們前面講說更改檔 雖然說是用C-Sharp 用那個list的介面 對不對 簡單的清單那個介面 你看我們前面的那個介紹 可能不是前面就是 但是我還在上那個甲伊列傳說 你可以看我是Sharp那個自修哪應該有 比較後面最近的那個 在清單裡頭播放清單添加進去 取而代之 Instead What we need to know Is what Operation object Of that can perform 怎麼樣的運算 那一個類型 那一個型別就那個類別建立的型別 產生的 就是這個物件是屬於這種型別的 有哪些 運算可以 運用 對不對 可以被算出來了 像他說的可以進行什麼運算 夭壽 所以真的 原文太重要 關鍵是這個data 我的理解是這樣啊 開玩笑啊 開玩笑啊 在類別中的資料 你不關心他怎麼跑那還得了 每個類別都定義一個型別 其實 未必吧 這句是有一點問題的 怎麼說呢 那個靜態類別 未必喔 對不對 除非 除非又是7++跟7++不同的地方 怎麼會這樣 我的電子書 為什麼會把他關掉 得找夜碼 好 這麼好 奇怪 他到底給我們看幾頁啊 我們看完 一兩張 最多兩張 兩張不得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還是那個 就不行啊 可是這個是Google要負責 可是Google給我們方便 我們也不能隨便嘛 謝謝他 你看 過頭 每個類別都定義一個型別 都定義了一種型 這個型呢 Name is the name of the class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動態的 靜態的好像不能 執行個體嗎 因為你有執行的 這是第幾頁 還是20 似乎不能有執行個體的 似乎不能有執行個體的 這個我們可以用那個了 因為這是很多英文需要文法檢查 我怕他要標一些沒有必要 似乎不能有只有形個體的類別 是不能 也不應 有泰 像他舉那個例子要定義一個變數 它是屬於這種類別 那種形別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 畢竟還是門外汗 也不敢懷疑老實 可是人家誰知道呢 人有師體 還有屍體 還有屍體 形別名稱與類別名稱一樣 因此我們的 Sale Item 類別定義了一個名為 Sale Item 的形別 就跟內建形別一樣 我們可以定義出某個 類別 形別的變異 當我們寫 Sale Item 類別的 我們說的是 是Item 是形別 為Sale Item 的一個物件 當 我們經常把 形別為Sale Item 的一個物件 縮略為一個Sale Item 物件 或甚至更简单一个 Salesite 除了一个 因为它原来是类别 是抽象的 现在化身成具体的一个两个 这样数得出来了 抽象的东西你要怎么算有几个 不行 周末不定 它是一个概念 你要始作成一个尸体 比如说抽象我还没生孩子 我以后还是要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 就还没生 生出来才知道这个要叫什么 那个要叫什么 它有什么个性 什么特色 对不对 长的什么模样 没有的话你如何叫 除了能够定义 Salesite 形别的变数 我们还能呼叫名为 这个特殊 ISBN 这个意思 的韓式 从一个Salesite 物件截取ISBN 哦 这是它 这是它 那个啦 你们自己看Google图书啊 这是它自己定义的 因为这个形别是这个类别 Salesitem是我们自己写的类别嘛 对不对 这个写的类别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 13项目录13项目录13项 中文版的啊 给类别作者使用 你看我们讲一类别作者 你才懂你懂什么叫类别作者 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类别作者 所以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你到底面对的 除非你今天面对专业人 OK 想要做一个科普的就是 大家从入门都能够接受的 你至少刚开始命名的时候要稍微想详细一点 后来像我们前面讲那个成对注解 可以啊 其实我们现在就用成对 可是什么东西是成对 是那个符号夹注符号成对 不是注解成对 你光取名一个叫成对注解 人家会confuse 注解可以成对 成双存对 他以为是注解 就像新年快乐 谁快乐 变成新年在快乐啊 成对注解变成注解在快乐 注解在成对就错了嘛 是注解那个符号的成对 所以ISBN他故意用小写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不知道看哪里 就说有没有 一般的变数可以用小写的形式 一个脸书的那个 所以他这个只是 我们一样自己定义就自己作者写出来的嘛 从一个CSITEM物件截取ISBN 注意这里是物件不是类别 实作一个CSITEM的类别 成为一个instance 一个object这种物件 大陆翻成对象也对了 突然对象中文使用者看不懂 这个对象是对 类别投射的一个现象或个体叫对象 对象的对 对到哪里去啊 对到类别 懂不懂 所以我们叫物件导向 它叫对象导向 它叫对象导向 也对啦 对象要注意脱离不了class的类别 大手脑 从类别 像一个设计蓝图在制造出产品 这个 但是 前年我们讨论那个 C-Sharp的时候有提到 使用输入 或与输出预算值来读取或写入行别为 C-Sharp的固件 除了定义这个行别的变数 我们还能做这些事 使用指定运算值等于 来将一个C-Sharp的物件指定给另外一个C-Sharp 使用加法运算值来相加两个C-Sharp的物件 这两个物件必须指涉相同的ISP缘 结果会是一个新的 C-Sharp的物件 C-Sharp的物件 ISP缘就是 其印算员的 而卖出本数 的怎么多个的 这里翻译有问题 企业 而卖出本数和 营收则是其印算员中对应的值的总组 这是新的性格的物件 是新的性格的物件 You must refer to the same ISBN 那這兩個物件加起來 這個結果是一個新的Sales item物件 他的ISBN is led of its operands and whose number sold 對啊 這個物件的ISBN這個屬性呢是 他的運算源就是這兩個原來那兩個運件 就是說他的新增兩個物件加起來 成為這個新的物件 他的ISBN還是他兩個運算源那裡得來的 可是這個新的物件的售出的數量和 revenue 總營收是總和 over the core responsible value in its operands 是他這兩個物件的 營收的總和和賣出數量的總和 可是他的ISBN是這兩個原來加起來的物件的 本來的ISBN不能互加嘛 他ISBN還是原來的那個值 翻成這樣 我們不再幫他定證 花那個時間看 其實ISBN就是其運算源的 反正還對 只是這樣突然看不看英文看不 的值嘛加個值不就要 或者 其ISBN就是其運算源的ISBN 可是他們然而賣出本數和營收則是其運算源中對應的值的總和 對於他這一賣 這個得就是 文言的者啦 得什麼東西要找出來 是得 這個ISBN 使用複合指定運算值 來將一個 CSITEM的物件加到另外一個 複合指定運算 所以他希望做出來的類別能夠有這些功能就是他前面 19月提到的他資源怎麼樣的運算 那他定譽在何處呢 英文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沒有回答 你要問 To use a case we need to know three things What is its name Where is it defined 他在哪裡被定義的 這到時候 道士牧田論述還沒有提到 關鍵概念 類別定義行為 這類別就會決定了你行為是什麼 Can I see defined behind heavy 約讀這些程式只要牢記在心的是 Sales action 類別的作者 看到了沒有 類別作者 原來在這 剛剛才提現那個出現了嗎 我跟我們理解一下 這樣你對那個 目錄23頁類別作者就比較懂 我們那時候讀是類別的設計者 或定義者都可以啊 大陸是翻類別設計者嗎 P20頁 這個23 目錄23 Sales action Sales action 類別的作者 定義了此類別之物件能夠進行的所有動作 所有動作包括運算 導線什麼行 也就是說Sales item類別定義了一個Sales item物件 創建時 所以就是他需要能夠創建 不能創建物件的那個類別 所以他剛剛那句話真的是有問題 除非西家家裡頭沒有這種類別 我不能創建物件類別 你就不能說一個類別一定能夠定義一個行別 這樣你類別和行別的概念就認清楚 行別跟個體有關 類別可以是一個抽象概念 那這個類別如果被可以被實作化為 創建成具體的各個 物件或者 對象或者執行體的話 執行個體的話那就是 可以具備有行別 類別定義了一個Sales item物件創建時 還有指定加法或輸出 輸入運算值 輸出入運算值應該就是輸出入運算值 套用到Sales item會發生什麼事 對啊 他定義了這個會發生什麼事 就類別定義那些行為 If I behave 一般來說類別作者 你看類別作者出現了嗎 他前面只是加了一個得作者 類別作者決定了 能夠用在該類別 形別 物件上 注意類別形別就注意啊 對不對 剛剛我們才講 行別跟實際個體物件 Instance 有關 Object 這樣就懂了 該類別形別的物件上 所有運算 所有運算 他決定的就是Define 就現在而言我們知道能在Sales item物件上進行的運算就只有列於本節的那些 是那些 已經被列在 這一段落裡頭 可以結他這種結的fun section 讀取 或寫入sales item 他這裡的items把它多了一個 S sales item 為什麼 原來 sales item 你看 這個沒有 因為這是class 只有一個 可是他可以衍生好多執行個體 所以這裡加s 懂了嗎 這是形別 這是類別 類別只有一個 可是根據這個類別這個藍圖可以製造出很多產品或是物件 所以它 稍微區分這個字小一點 sales item這不是類別 這是形別 所以對這些形別可以寫和 讀 對類別不能寫和讀 對不對 對類別裡頭的成員可以對類別本身怎麼寫和讀除非你是類別作者 你寫程式的 懂了嗎 類別沒辦法改變它什麼除非你在修改程式 可是類別穿插出的形別物件 它都可以改變它裡頭的值 只要它是可以寫入的 那至少可以讀取它儲存的哪些值 既然我們 已經知道可以把什麼運算用在sales item 物件上 所以它說它前面那個很重要說 它這裡的sales item 的物件 這幾個字的意思就是前面說更簡短的 一個sales item 懂不懂 所以完整的說應該是形別為 sales item的一個物件 這句話的完整翻譯 前頁 對不對就是形別為20頁 這才是一句完整的話 所以你不要弄混了以前我就這個觀念 有沒有我們在複習20頁中間那裡 我們經常把類別 形別為sales item的一個物件 縮略為一個sales item物件 那你不要以為弄混了變成sales item不是 類別這裡為什麼又變形別或物件 就是因為它是縮寫語 我玩就像這裡 他明明就講sales item sales item 剛剛我們不是說沒有加s的 類別 他這裡為什麼變物件 具體物件 因為他這裡sales item 其實就是他最後講的一個sales item 那是最後的縮寫 完整的句子這裡應該說既然我們已經 知道21頁這裡 我們已經知道 可以把什麼運算用在 類型別為sales item的一個物件上 這才是這裡sales item物件 的完整句子 又來了新年快樂 對不對 成對註解 都省略了那個對象讓人家confused 這個也是啊 所以他這裡要翻 他其實這就是他們專業的文言文嘛 白話文是說 來21頁這裡啊既然我們已經 這個很重要 觀念 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是這裡confused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可以把什麼運算用在sales item 附件上 前面那個也是 我們經常把 行別為sales item的一個物件 縮裂為 一個sales item物件 或甚至更簡短的 一個sales item 221頁這裡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呃 啊 這是21的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可以把什麼 運算用在 Sales item 我英文有那麼爛嗎 哈哈哈哈 Item 物件上 這當然文把錯誤可是明明就是對的 什麼很經常 我們經常 我們經常 把形別 為Sales item 很厲害 的一個物件 誰要是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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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這個是用底線嗎 他用大寫勒 好嗎好嗎 SAL ES 這三個嗎 誰要是ITE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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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但是我又以為你一直以為你做對話 我會不會抵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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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語,不要弄錯對象 這樣類別 Cast 與行別 混鳥 We know what option we can use with 這裡SalesItemObject其實就是一個具有 SalesItem類別的Object 這樣才對 我們就能撰寫 用到 該類別的程式 舉例來說,我們就能撰寫 需要用到該類別的程式 We can write program, not use the cast 我們可以寫一個program 需要用到 得用到 這裡加個得 得或需要 中文比較順 意思比較清楚 舉例來說 下列的程式會從標準輸入 這裡標準輸入又來了 它的標準輸入Standard就是 意思就是根據你輸入的 不要誤會這種標準輸入 應該翻成一般的輸入 會從一般的輸入裡頭 一般正常的輸入 應該這樣比較好 Into a sale 讀取資料到一個 SalesItem 附件中 並將那個SalesItem寫到標準 輸出 IncruiseIo In-outStream Incruise 你看因為 前面那個是命名空間 他是程式庫,所以用腳括號 然後這都叫header 應該都叫header 我們再複習一下輸入輸出那一節 我這裡要做一下參照 P6 叫anglebracket 就是腳括號P6 告訴邊界我們想使用一個程式庫 所以 這個是程式庫用腳括號 指的是一個標頭 用到某個程式庫機能的每個程式都必須引入 他的關聯標頭 警號加incruise 指示詞 必須寫在這個identify 必須寫在單一行上 標頭名稱和 incruise都必須在同一行 而且單一行 一般來說 incruise指示詞必須放在任何函式之外 我們前面才講他這個分行是隨意 對不對 可是這種特殊 單一行 你不要跟別的行混 不是分不分行沒差 就不行了 然後 一般來說incruise指示詞必須放在任何函式之外 通常我們會將一個程式所有incruise指示詞都放在原始碼 檔案的開頭 source file就叫原始碼檔案 原碼檔案的開頭 就像這裡 incruise兩個incruise是不是都在這裡 一個是程式庫 然後 incruise指示詞 所以用 angle br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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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bracket bracket Angle Angle bracket 類別的就用引那個就好 而且你看類別他前面講過 H這個是看第幾頁 類別 是在19到20頁 對不對這個H後綴 所以他 你定一個類別他一定會跑出一個標頭檔 所以你要引用那個標標頭檔就這個 salesitem 然後 再來一下 接下來immay 這個會傳回 整數的這個main的函式 salesitem board我們先不看他的註解 這裡就是定義一個變數名字叫book BOK 他的形別 是從類別salesitem來 決定 所以他屬於salesitem那個形 因為是根據salesitem這個藍圖這個類別來定 這樣就很清楚 這第1行 第2行是我沒有看他注釋 我等一下再看 STD就標準 命名空間 韓式庫的命名空間 程式庫的命名空間 寫了 CIN 讀入 然後讀入印算紙 寫入印算紙 寫到book你看馬上就寫進去 然後接下來是標準 韓式的命名空間 然後後面scope operator 範疇印算紙在Cout 輸出這個book這個變數 最後別忘了m9 然後句號 句號就是分號 returny 如果我們給這個程式 4 的輸入是0 前面是isbn 空一格 4在空一格 空格都給他中斷 其實就類似資料以後蘭位 不同蘭位 424.99 那麼輸出的就會是 一樣 4 然後 ISBN是一樣的 499.96 24.99 99.96就是 24.99乘以4 一個總和 對不對後面是單價賣出了4本 那就是營收 對不對 不是近賺喔 也不是說營 這個營收是營業的收入 不是營利 不是多出來的 我們的輸入表示那本書賣出了4本 每本售價24.99美金 而輸出則代表總售 出 數為4 走營收是 有沒有他寫是營業的營 營收是99.96 所以他前面寫的那個英文名字叫什麼 Revenue 對嘛 這個是 沒有扣掉成本的錢 收入 扣掉成本 要近賺 Revenue Revenue 這個包含成本 賣出去的書當然包含成本 售價 售價當然包含成本的 價錢 阿彌陀佛 對不起阿彌陀佛 必菩薩 總營收是99 Revenue 所以我們看前面註解沒看讀取ISBN收出本書 以及售價寫入ISBN 我們反而前面 前面吸印是寫寫入對不對 吸藥是翻成輸出 對啊 螢幕顯示什麼 總營收 所以他這個 翻營收是對的 完全正確 不能寫成那個營虧 越有殷勤 營虧的營 最貫滿營的那個營 美本書平均售價還是24點就對了 這個程式以兩個include只是磁開始 其中一個使用了一種新的形式來自標準程式庫的標頭 被標在angle bracket 我們剛才複習中 並非標準程式庫 一部分的標頭則包在雙引號 這個才是這裡的重點 Double Code Code 雙引號 並非標準程式庫的 並非標準程式庫中的 標頭則會包在雙引號 你不要翻成並非標準程式庫一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自己寫的class當然不是標準程式庫這裡的 標準程式庫就有點類似類件 當然嚴格的內建 Building是指在定義C++語言裡頭 前面他有介紹這個標準程式庫是後來人 在寫了一些程式庫還是延伸的 原格來說不能算是內建 可以說是外掛 呃 掛上 Double crown Code Code Code嗎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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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close Code Code 在 MAN這個韓式 內部body Block也可以body 我們定義了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叫做book 這個物件就是大陸翻成對象 因為它的形別是從salesitem這個類別來 所以叫物件 對不對 不叫變數 對不對 那變數是根據內建的形別 定義的 這個形別還不是內建的 一些物件 內建的又有一些類別了 不是形別 這裡形別又有一點混淆了 像那個前面我們常我們現在都常用INT這個形別 可是它 我相信它本身應該內建還是有 定義一個INT的類別來實作 這個形別 或者它根本就 抽象的或靜態的 這個變數叫balk 我們會用它來存放 從標準輸入 圖到的事實 注意這個標準的就是一般輸入 標準輸入 很奇怪 下個數據這前面翻譯也是這個問題 寫到標準輸出 你習慣了它這種表示 就知道它標準表示什麼 就好了 你用中文去理解就 忘文生意根本不知道它講什麼 標準還有不標準的輸入嗎 下一個數據讀取資料的那個物件 而 第三個數據則 將那些物件的存放資料印到標準數 後面再印出 再印出N9 所謂印出就是執行那個指令 印出就是表示 它前面講過清除記憶體 下一個數據讀取資料 到那個 物件 先定義再讀取 我們翻譯習慣翻成寫入資料到那個物件 或儲存資料 讀取資料到那個 它這個原文是不是用read 登記憶體 Reading to Reading 他都照英文就翻 那不管中文文意 意思 句子 相加CLS物件,前面有提到兩個CLS物件加起來 一個最扭曲的意思是將兩個CLS物件相加 CLS這個沒問題 所以前面我們才說要引用那個類別 現在會用 原來他一定要有一個標頭檔 要使用程中我們必須引入CLS關聯標同樣的我們也 複習還有19頁 也透過標頭來取用 所以你現在就懂標頭其實就clude 他前面那個include第6頁有提到 後面那個就是叫標頭 交換他內的 名稱指的是一個標頭 Header 透過標頭來取用我們自己 所定義的類別 他這裡說我們自己的應用所定義的類別 這個應用該不會是application 就是我們自己寫的 要寫的應用程式 別別簡介 對呀 這個 怎麼可以翻成應用呢 我們要寫的這個應用程式 真是要命 这我们就不更正了 这口头上 我们用这个标头去存取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是被定义的 为了我们现在在写 在设计的应用程式定义的类别 在惯例上标头哪个名称都衍生至 它是定义在该标头中的某个类别的名称 所以标头档可能就是不止一个类别 所以它会取其中一个类别当做标头档的名称 Headify标头档 Let we write usually have a but some programmers use 大写的H 大写的H Standard library header typical have no suffix at all Companiers usually don't care about the format but the IDEs 这个复述就是 不止Visual Studio这种IDE 这种整合式开发环境 Sometimes do 这种整合式开发环境这种应用来 有时候会在乎你标头档怎么命名 The form 这个form 像一个形式或表单 就是你取什么副档名 这都算在形式里头 然后 Headify name are derive 既成字 The name of the class 一个class 一个class 所以不止一个 其中一个class 被定义在那个标头里头的一个class Not header Header 你看他这里就是又来一个 回来这21页 21页 include 最下面 cell这个例子 cell item h 然后 man这个传回int值的函数 cell item 你看又来了 可见前面的形别 只要用一次 前面也是定义两个同形别的变数可以写在同一行 都好 这他前面都没介绍这一句话 是我们自己理解 然后句号 句号就分号 讲完了这一个先定义两个 item1和item2两个 cell item 这个类别的形别的 固件 这个类别定义的形别的固件 这个类别定义的形别的固件 这个完整句子应该这样讲 然后 因为你根据这个类别 初始化的一个执行个体 instance 就具备这个类别定义的形别 这个形别是根据类别定义来 你这个 实际上的 instance 他可以 前面讲定义他所有的行为 是不是类别来定义 所以他是属于这一行别的东西 你这样理解 可以这一行的 他具备这一行别 这个行别是从类别定义出来 就个体来讲当然就称为行别 他具有这个形态 他具有这个特性 这个功能 这个行为 这种能力 这些能力当然是从类别赋予他的 他就具备这个形 就好像我们都是人 对不对 那我们就有一定的智商四肢 有一定的能力 可是你每个人是怎么样的能力 什么样的智商 那每个人不同 各有各的行 是这样 再来标准 命名空间 std 然后范畴印算值 c印 写入什么呢 我翻入是因为他原文英文是印 写入 第一次写入 注意那个写入印算值 就大于达 两个大于的符号 第一次是写入到 r1 第二个资料是写入到item2 读取对交易记录 然后第2个标 std的这个命名空间 他的scope operator 然后cout 输出 item1加item2之后的结果 第2次输出 接着输出什么 然后 就是m9就完了 引出他们总分 最后return 0是 呼应那个main函数要传规到印的字 第22页如果我们给予这个程式下列输入 这个程式他先读进去了 所以 读入 你看哦很妙哦 他中间是不是区隔了两个半行空格 第2行 有没有 已经区隔了 对两个半行空格 3和2 那你看他这里写入只是怎样 第1次写入第2次写入 因为我们定义的这个物件 他 写入的时候必须写入 三个东西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虽然写入一次他其实就是 这两个区隔 总共要 item要输入3次 3次完了 接着 这 虽然是分行星你就把它看成 分行星 分隔 符号或分隔的表示 三个输入完了 第1个满足了之后 接着要输入要喂饱第2个物态 那一样他要喂三个人喂三个子 三种子 所以大概是这个原理 他目前这个简单程式大概都很死板了 你不知道他这个就会乱谱 还不是那么灵活了 还是蛮呆的 没关系刚开始本来就这样 我们不要还没走会走路或者走路走得慢 闲慢就急得要跑要飞 这样就要到时候撑撑撑死你 我们的输出就会是 你看 输出 最后输出就是这个加起来 就会是 ISBN那个书号 再把它两个加起来 总和整个加起来 20乘以3 25.00乘以2 整个加起来20乘以2 60加50就是110 没错 总共就是22 22是哪来的 22是什么 营收就是 交易金额是110 22是哪来的 最后一个22是干嘛 对不对 这个程式一开始引入了 Sales Item和 In Out Stream的标头 接着我们定义两个 Sales Item的物件来存放交易 我们 从标准输入又来了标准 久了就习惯了知道他在讲 读取资料到这些 这两个物件不要这些嘛 英文是历史你就两个而已 讲这些 这两个物件中 输入运算 输入运算的时候进行加法运算并运出结果 值得注意事 注意这个加法不是单纯一加一嘛 值得注意这个 这个程式看起来 与一至二节中的那个程式有多相似 一至二节温习一下 认识初步的输出做 对 两个变数加起来 对不对 在第六页 那是简单的变数就让数学相加 可这里不是数学变数加加 不是数字 是物件相加 对不对 你这样弄清楚 数字才是Int这个型别 现在是这个 Sales Item这个型别的东西 加起来东西当然不一样了 我没有开始吗 脸书没有开始 不好意思 反而还好这个 可是刚刚这个有荡掉 那么久了脸书开始没了 太夸张了 对真的没有开始 色团我们就不分享了 不同行别的东西 运分的模式和行为 前面讲Behavi 是决定是不同 二十页讲的 行为 他有的这个举动 主意他也是不同 结果 我们都是读取两个数字 然后写出他们的总和 这个相似性之所以值得注意 是因为 值得注意就是 同样不同样 一样是相加 可是性别不同 结果 里头在 所有的表现举动 他曾经经过什么流程都不一样 这两个字 相对 是因为我们读取并印出的 不是两个整数 的核 对不对 我们读取印出的是两个 物件之核 树的核和物件的核 物件跟树 当然不是 尤其这个实际上是物件 不同形当然就有不同 就是所谓不同国 当然有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结果 更有甚者 整个 加种 概念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在印子的历史中 印子就是第六页的一个例子 我们产生的 是传统的核 他这里 中文版很奇怪 INT之后加个S 是 Page六 诶文版也是Page六 那么巧 真的 In the case of IN 这 他这可能用英文 在IN这个形态变数的例子里头 属于他的就好像 Piece的死一样 然后是所有格的意思 我们产生的是传统的 所谓传统的就是 一般概念数学将数字相加的 Conventional sum 翻成传统 Conventional Based on or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general 一般的行为 常规的数套 Conventional Conventional 一般所认知的那个核 数学 传统 反正传统就不好 选个字 不然你不斟酌 中文表达式 也就是将两个数值加起来的结果 在CS物件 ITOM物件的例子中 我们在概念上赋予了 加种 一个新的意义 当然 加决这不是数位 即将两个CSITOM物件的组成元素各自相加 重要是里头的元素相加 不是 像那个数字相加就整个数字加数字 对没有 它数字里头没元素嘛 没有元件 对不对 The result will add to the component of true sales item 重要是component 它里头的组 元件 组成 Component Component Component也不错啦 它就物件 两个部件那个 华语文教学同用 部件也很好 Component Component 这我们还是分享到 因为 你看刚刚又提到翻译的问题 所以可以分享到 那个没问题 分享到社团 所以人就是这样 你看对古文工欣赏有兴趣的 他对这个没兴趣 他以为这是城市 人就这样常被一些刻板印象 所束缚 这种扯已经够了 我们言归正断 专心我们的 自己甘堕落 我们也没时间跟你们在那鬼混 使用档案重蹈 这就是现在 Use and find Redirection 重复输入这些交易记录作为你 正在测试的城市的输入 可能很枯燥 乏味 大多数作业系统 大多数作业系统都支援 档案重蹈 Birate Redirection 这里让我们将一个档案名称 与 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产生关联 所以这里 来了 假设是系统提示资源 而我们的加法 程式 已经编译 为了 编译成了 编译为了 成了一个叫做 Add Item ESED的可习经党 有你上面的Add Item 这道命令将会从名为 这个In Fire的档案 读取交易记录 并将其 输出 写到目前的目录中 一个叫 All Fire的档案 是用场案重蹈 那这可能是一个 执行程式的小技巧 免得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一直输入一些值 那时候是作为系统的支援档案重蹈 那假设这个前面是 所以前面这个 这个前号不是具体的值 只是一个命令提示资源 Atom是我们编译好的这个可习经党 我们对应一下我们前面那个编译一直失败那个地方 就错误理解 他讲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讲什么叫系统提示资源 那个时候是在第五页 这两个P22页可以参照 系统提示资源 系统提示资源 这里也有学到T种提示资源 西西者是编译系统提示资源 到底什么叫系统提示资源 太过分了 正在麻荒 朝铁 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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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 大吉 大吉 我們要查一下系統的鼻子在這裡 系統提示字語 那這裡都沒有解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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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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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統提示字 你看根本都沒有這個,他也不講解 系統提示字元下命令 嗯 嗯 應該跟我們理解的差不多,可是又不是吧 好 那回來這裡 它其實就是叫我們不需要 我們可以存成一個 像這裡infine這個資料是在那個 file裡頭,可是這個角八號angle brackets 到底是不是要照打 讀取教育日有必將其輸出寫到目前 目錄中的一個叫 ofile檔案 來來來,我們試試看 馬上就做習題囉 習題終結1 練習1.20 這個 哦 含有 所以它的相關資料都在 Inform IT裡頭 所以它真的官方的書應該在那裡賣 還有Sales Item H 位在第一章的程式碼末路中 將那個檔案複製到你的工作目錄 用它來撰寫一個程式 讀取一組書箱 書箱 我似乎應該跟他買 可是它那個運費不到怎麼寄 到達 Brewer檔案 來解釋巴票 能這樣的 designed 且習用 $25 擁有攜了 來選押 份成你 到達的優惠 行銀行為 抽情 交易 這個不錯 你可以用它這個 Gramary Google Chrome的附加 可是它不能同步 每一個人都要再設定一次 編寫一個讀取一組圖書銷售交易的程序 對啊這個翻的還比較對 鑽寫一個字讀取一組書 書籍對不起我怎麼讀成書像 讀取一組書籍翻手籍對對對 看錯了吧 極限看成香 掛了老花眼鏡 好這個當然要來實作 要不要給它敲下去啊 Google圖書就不用買了 如果真的都可以看的話 我們剛好有實作 既然他這裡介紹他這裡了 我們就跟他買吧 紙本書加那個很好 我們學西家家 2000多塊昨天買麵包 兩個你看 可以折扣到48 Test and shipping may be add add check call 雖金和運費還不至於在一頭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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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ebook 這是watermark 竟然是被 有浮水印的book 這裏不是說 include的這些 兩位請買 兩位請買 要不要讓你分開買 不然你分開買 不然你分開買 signing 建立 另外再建立一個 這裡說 在這個 032 一頭 Chapter 1 Code Download SourceWire Source Code Fire Auto 你看這都是變異器 我們當然 用VideoStudio 進去CC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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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延伸念的嗎? 額外的 Extras Extras Download 我們先這個好了 然後 SampleCode TableContent SamplePage DownloadSamplePage 這個也是等於是 第12章還有所印 樣本給你看的 就好像那個 奇風資訊給我們看的那個 嗯? 沒有啊 那這個是怎麼問 SampleCode 只是一個樣本 沒有Code啊 Code就是我們剛剛下載那個 喔真的 第一章 他說 SalesItem H檔 H檔 到這裡還寫大寫 實際上副檔名應該是小寫 好 這個我們要 放到哪裡去 他這個網路上下載的到嗎 我們就 Visual Studio 2012 第1章 所以他很多這個 我們不用打了 看一下這個 對不對 小寫的 C++ source file 預設他就可以 InspireContentsCode FromC++Primer FiftEttitionBag Copyright 宣告 Authorn Publisher 你看他都用這個 他說過他的格式 讓你知道這是 PairCommon 成對的註解 或者夾注 他每一行前面都會加個型號 另一點 其實就是 Authorn Publisher PairDefine SalesItem 應該都是版權生命 Authorn Publisher Authorn Publisher 城市碼在第七章 類別Crisis和第14章 多載Overload Operator 多載運算值 會在那裡解釋 Reader shouldn't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de in this file Until they have read those codes 還沒讀那個時候就不要去了解它裡頭 它只叫我們用這個標頭檔 然後呢 不知道我的工作目錄 用它來撰寫一個城市讀取一組書 書籍的販賣記錄 你不讀 當然不用每個都懂 不讀的話怎麼知道 它定義了哪些行為和東西 對不對 除非像它前面介紹我們就照copy就好了 注意這裡 Include Stream 你看這個都是什麼 這叫城市庫 IoStream 所以腳括號留包的這個是第六頁 第六頁 城市庫是用第六頁內建的 Include VersionTaste 這是它自己的 這個就不知道 可見在西家至少在 Nopay加加這裡都是用咖啡設置表示 現在還要Define這個也還沒學 Class SalesItem 你看我這一點相關SalesItem它都不用選擇 Nopay厲害的地方 SalesItem Define Declaration Explاس session 這個定義會在7.2.1章節那裡談到 還有270 chapter 14頁 第14章 你看還有frame framefueling 這應該是存取修飾詞啦 Exercise Modifier C++不然有虚效,好像没有这一种 看这个都还没学,operator 其他的程式我们现在不要急得去了解 operator, then you call 所以他的关键字他都是用在西加加这个格式里头,他都是用巧克力色 咖啡色 西加加还有这一种,跟我们前面学的那个乙符不一样 前面加了警号 那这个真的不能帮他写 只能照他这个闷着葫芦照他计算 大大超出我们懂的范围 12时item 这个都还不行 这个时候,来 這是我們例子 對不對 剛剛那個一開始2019還說 用這個來加入檔案 那我們就可以加入檔案 加到 標頭檔 我們可以加進來加入 新的項目 現有項目 就是剛剛那個 所以 他就說這是我們工作目錄 我們現在這個 在這裡 那我是用2012 雖然這是2015 應該讀2012沒問題 下載那裡 不要我們把這個移到我們的那個 城市那裡 對不對 什麼都在城市這裡 還2015耶 文件 我記得我西下面是不是有做一個城市 該不會在那個才有吧 真的 我雲端個人硬碟 那我們就先在這個2015這裡吧 文件下面的東西 那我們就貼上 那這裡附註當然寫一下西加江 Primer 這裡附註當然寫一下西加江 所以他這個你看這時候 這裡已經教我們了 對不對 已經有這個了 他是這個的標頭檔 不是這個 我們的是這個 那一樣他 引用的這個標頭檔 這個 這個標頭檔 這個 這個標頭檔 這個 Header Header 他Standard STD大概都Standard 標準城市庫 的 包括 而且 他之前的標頭檔 是用他標頭檔的意思 就是 因為他不是城市庫嗎 城市庫才是小塊 標頭檔是用 Double Cores 那一樣我們這裡要include 然後 這個是 大小寫可能有分喔 應該是 大小寫可能有分喔 應該是 是不是 包括這個 Service 後綴 我們一用這個就可以用了 然後 讀入 ISBM 所以我們要 根據 然後這個 我們 引用他了 可能就可以 他就會跑出他的類型了 叫Sales 沒有 沒有 難道這裡參考那個嗎 往這裡寫可能不行 未定義阿 你看 using 難道還要用using嗎 還要空一個阿 我把開啟來人檔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難怪他說要放在目路不能這樣亂插 對不對 難道要放在這個位置嗎 這個位置是DACU滿這裡 相對路徑 CLS include Cs 是這樣就對了 ITEM ITEM CLS A L E S 難道要跟這個放在同一個陌路裡頭 開啟檔案中 那就不能這樣直接加入囉 奇怪 他這個在這邊 那我要把標頭檔先刪掉 不能從這裡加 所以他說一定要放在工作陌路裡頭 拖子就好 我扳的位置了 不是這個文件 這時候誒 還是不行 sales item 你要把這個 那這怎麼辦 直接拖進來我相信可以 可以了成功了 所以跟他路徑有關 所以他都打不開 好 奇怪 難道 應該是可以啊 這時候ok了你看 誒 所以一定要放在工作陌路裡頭 如果2012那個Visual Studio 他的編譯器才能檢查 大家看到實作有沒有 類別就進來了 他這個可惜他沒跟你講 類別他沒有提示文字 有有有在這 你按Ctrl-J就會跑出來了 Ctrl-J會放出來 J跑出來有沒有對 他的類型 類別是從 這個型別是從這個類別 出來的 然後檔案是在這裡 然後這就定義兩個 Item1 多號Item2 記號定義完就這樣 然後 那個 這個 Std Score operator 換 換籌的運算值 加Cin 寫進 Item1 然後 再寫 第二次寫進 Item2 然後 寫進是不用 那個 然後 輸出的時候 Std Cout 第一個 就是 收出It Item1 加It Item2 然後 HTB N9 記號 沒有運算值 沒有運算值 你看 差一個 這個要注意 等一下我不按 中斷點 看一下 我按 然後 別忘了他說可以根據 那個 來重新讀入 可是你這時候就不能用 Visual Studio 要用命令提示字元 系統提示字元 我們先編譯 Ctrl F 發生建置錯誤 你看 可見他這裡頭 一定還有參照那個嗎 對啊 你看 他這個書真的還是有缺失有沒有 你們大家都看到 還好我有點基礎不會急壞 怎麼又錯誤 跟你講 我就是這樣走來的 從第一張 第一張 這要包含Version Test 沒這個東西 Version Test 這個啦 對不對 你這個也要拉進來 或者我這裡直接拉到這裡 這裡可以 無法開啟來源 所以這個還是不行 一定要在同一個陌路裡頭才行 進來的還要把他加入 這樣才ok 這已經解決了 這已經解決了 回來我們程式 Ctrl F5 沒有問題了 你可以停下來 那你就像他那個說的 我先關掉 我主要是要他這個編譯檔 你看 剛剛編譯完了嗎 然後我們試的做一個檔案 對不對 這個檔案就是 抄這裡的 假如可以的話 就省略打字 對這兩個字 然後 然後 把它儲存成一個檔案 他這裡沒有限制檔案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就叫Infire 記得要跟他放在一起 然後這個Enter他 這叫Infire 記得要跟他放在一起 文件20U 我覺得要跟他放在一起 尋規定 哪每天都要跟他放在一起 這個放在一起 寫他們 我們可以操作一下他這裡講 他可以操作的 Use in Fiery Direction 命令提示支援 你找這個Visual Studio 有沒有覺得沒有 Prom 一樣我們到這個目錄 Defug這裡按右鍵 按toShift按滑鼠右鍵 開啟命令提示支援 然後照他這裡講 命令提示支援 Add Item 然後File File 會在這個目錄裡頭 我們這個不叫Alet Item 我們這個叫 這個 滑鼠左鍵 空一個 腳刮 All Fire In Fire All Fire All Fire 我們是這樣嗎 試試看 他就回來這樣 你看有沒有All Fire產生 有耶 喔 有沒有 10點15是 剛剛發生的沒錯 喔 喔真的 22是什麼他沒講解 兩個加起來是5 對不對 In Fire 真的成功了 這次終於順利一點 所以所謂命令提示支援就是前面這一大串啦 對不對 你這個層次在哪裡 你當然要在他的目錄下面 預設就是在這個目錄 所以他關鍵是這個 這叫 什麼 Fire File File Redirection File Redirection Action, File Redirection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R 然後我們再 你想它是這裡你看我們這一題的題目是說 讀取一組書籍販賬字 這只要每筆記錄寫到標準輸出 那不用寫到它直接就存成那個All File 那我們再多加幾筆吧 這裡假如是賣了12本 然後這個是30 這裡呢 書號是一樣 它目前這個程式應該書號不能不一樣 我們就不玩了 好 假如是這樣的話你看結果是這樣 誒剛關了 哇 上腦筋 沒關係 再唱它一遍加深印象 好事兒 按住Shift滑出右鍵 Council of Relication In File Out File 它存在它會把它蓋過去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 你看19分了吧 變成5 誒還是5 11 哪有這樣 為什麼還是5 對啊 沒好嗎 我這應該加起來啦 時間都改了應該沒問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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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 怎麼還 產生了嘛 怎麼還是5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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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沒好嘛 這我們是照Coby的啊不可能有錯啊 可見它可能只能讀兩行 很爛 我跟你講把它醉起來 不要用斷行啊 看會怎麼樣 10.20 還是5 呃 產生了 嗯 怎麼算都是5 然後這樣 它是價錢也不一定要一樣啊 對不對 這個書 ISD跟書馬要一樣嗎 好奧喔 ISD改的話根本就不用講 啊 是我們的程式問題啊 讀起所有進去的 我們沒有跑回圈啊 所以它當然讀兩個就完了嘛 我們只有兩個變數 對不對 再把這兩個變數架起來 那它這個一組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一組是 就不能怪它那個 是的 我們之前誠實 誠實的太爛了 有沒有 要回圈啊 一直要讀到沒有 所以要一直加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不用 我們就取一個就好 對不對 然後 Y 一直讀到它不行嘛 一直讀到它不行嘛 所以STD 你看現在STD 越來越熟練 C音 一直讀到 愛提音讀 讀的這個結果是錯的 這裡頭刮號裡頭不要寫封號 那它在掛號裡 讀對了就 只要讀對就COUT 用手動的不要 用複製 像今天那個 師傅有提到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很好 我真的缺點 我喜歡那個老師 他很會去想人生 只是我現在真的 我也很想學網頁 AASP 我剛剛留言他竟然也不理我 然後是其他留言他訪的那個 這一個老師你看 你看這個多好 這個也是很棒的 我們都捧過這個問題 你看你是Coder還是 複製貼上操作也 對不對 這很好 我相信我希望跟那種 真菜式學 只想要走接近 耍畫場 你看我們就不複製貼上 從大一遍COUT 可是這樣會印出太多 不對 這應該一直給他加起來 這樣加起來的話 那我還要加一個item1 item 總和 其實他好像有說 利用什麼 那個 那叫什麼 這個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item sum 這個總和就等於 你別忘了 他本身加item1 對不對 然後最後再把 這當然對不起 最後再把這個 他輸出來 這裡要改 當然我是有點基礎 他在編譯 你這樣編譯了 他那個 你看他等一下自己關掉 難道有錯嗎 他等我輸入了 那隨便輸出一個錯的就好 還不行 好不好 編譯完了你再回來這裡 執行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都沒動 他編譯完了是這個層次 現在你看 你這樣 清印出來的 我們中文要清印 清瀉 像記憶體清印啊 這兩個字 我得稱呼聲音很奇怪 我得稱是有點奇怪 我得稱是有點奇怪 嗎 還用 Quint 喔 妳 啊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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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詞翻得很好 清印 清洩 清洩出來 這都有一點文言底子 文不好絕對想不到這個清 清印記憶體 清印檔案 把檔案裡的資訊都清稿 印出來 輸出出來 呈現出來 我們已經好了嗎 看這個鋼紙 這個已經 重讀了 當然就那個了 你看是不是五百五的不一樣 可是這個卻 對啊 還是怪怪的 結果也不是我們要的 哪裡出問題呢 一直讀到四個 愛藤家那個嘛 愛藤家這個 他就一個核了 他的核再加那個 可能他就出了問題 他可能不能用核去加 那我們要怎麼辦 難道他說的一組難道是成對的嗎 只能兩個家 三個不行 兩個家的核 那你看一下 印出來的 他這五百五十 那我們給他的值呢 12乘35 應該就不只5百五啦 3乘20加 22乘35 4乘5 5百五 真的 呃 單價 他這個最後是什麼 銷售的總價 已經5百五啦 銷售的總數是 是不是總數 他這22是從哪來的 是5嘛 一個是5 那他這個是 5加17 17加4應該是21啊 21他現在怎麼變成沒有 是21 5百五 26點 19點5 那我就知道他22是 20和25的平均數 是不是 平均售價是這樣嗎 最後一個 可是第1個 ISPN為什麼死掉 第一個為什麼不出來 來來 假設這個先不管 這就是他那個22的來源 我知道他可能是平均值 這前面為什麼不行 難道他是要 用空格才行嗎 來我們試試看 要先關掉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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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行啊 所以你半型空殼和換行其實他都一樣 他就是一個中斷點 奇怪 累加之後 反而ISPN不見 那如果兩個反而可以 你看我們寫這個回升假如是兩個的話應該OK 兩個的話可能OK 跟他這個值是一樣 5111022這是OK的 可是第1個就卻不見了 是什麽問題 剛剛兩個相加到是可以 該不是 讀不到之後 讀不到 讀不到應該就不會執行這一個啦 IS等於他本身加砲本身對啊 那就是把他加 換出來嘛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可是假如我們這裡改一下 不寫回軒 可是剛剛他那個卻可以 可是我們要付q 他就不肯定節 你到底要付 一個嗎 他就不肯定了 買這等於長光 我想說妳要付口 他也沒有出死化嗎 他只是命名了一個變數 這裡不需要初始化 難道他讀進來的時候 你IT IT 這個 可能要給他歸零 讀進來之後你要把他清除掉 對不對 因為下一次在讀進來的時候他有存檢 難道他不會蓋住前面的嗎 他怎麼清除也沒有講 C 第1 1 第2個是 存到 然後 C O T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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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完了,我們再執行一次 其實不用刪掉,因為他 你用回圈的就錯 你要命名多少個 比如說 我們剛剛這個 砍掉那一個 65 55賣了4本 這個賣了12本 5塊賣了12本 那我就要命名 4個 那麼笨的 現在還沒交 那個 陣列和清單之類的 第4個要把它存入 itm4裡頭 輸出的時候一樣 這4個加起來是這樣嗎 第4個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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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5個要命名 第4個要命名 就是不對 對 要一個一個 還不能 剛剛我們那個 迴圈的磊家 那就是跟他那個類別裡頭進行什麼行為 和運算有關 對不對 我們前面錄死盡就不知道為什麼他盪掉 現在趕快又說 好 第一題送Over 那我們就把這個層次貼過去 現在類別有概念 再來 我們那個 洪秋應該不管他 寫一個城市讀取兩個具有相同 並產生他們的整合 不就是剛剛已經做了嗎 還是他是說我們這個 那個Sales Item 物件也要自己來 命名 他這一章 這一節卻沒有詳細寫這個class要怎麼做 怎麼做 作者 怎麼樣寫作創建那個class沒有 他只是說標題檔可以怎樣 其他都沒提 這個到時候 以後我們用到我們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因為第七章我不知道民國幾年才讀得到 寫一個城市 讀取既有相同 SBM的數筆交易紀錄 寫出所讀取的所有交易紀錄 寫出所讀取的所有交易紀錄 奇怪 前面是 兩個 對不對 然後是無件然後後面是寫數筆就是 好幾筆像我們剛剛 現在一個卡住的就是 回圈外數據不能用 反而 應該是我們中間 因為我們不了解他那個class裡頭到底是什麼計算 我到底想自己寫一個class 算了 我們還是改一下進度 真的太慢 我真的還有其他重要的是我們那個屈原啊 之前學生的禮器都在那邊玩 這個是完全私人的 西家加強都是入門 我們相加兩個sales item 成員韓式初碳 然後也23 這兩個就略過了 叫成員韓式初碳 所謂的成員是在一個類別裡頭有韓式 屬於這個類別 是個類別構成的一份組 所以叫成員 Fastlog 所以叫初碳 Member function 第一撇 撇一眼對於成員還是大概有個了解 的意思啦 我們相加兩個sales item 的程式應該檢查那些 是否擁有相同的 ISB用我們會這樣做 include io Stream include sales item h sales item item1 sales item 讀入 sales item1 確認 sales item1都代表同一神聖 這就表示讀入的過程 傳回2 讀寫成功 就好像我剛剛用那個y去判斷 if sales item1 isbn 等於sales item2的isbn 那你就可以注意這裡 isbn一定是一個韓式 所以他後面要加個括弧不能省略 就是他這裡講的韓式 function 那item1是因為是屬於 這個型別 sales item這個類別的型別 所創建的一個執行個體 所以他可以後面會帶有這種韓式 那這種韓式一定是定義在 sales item class 而且這種韓式 一定是動態 靜態的 靜態的就不能 創建一個物體來用它 因為靜態的不能再被創建一個物體 直接用那個類別下面的方法就好 那你一旦用了他那個 類別裡頭靜態的成員 他就一直站住記憶體在那邊 一個靜態的類型裡頭 是不能有動態因為他 那 類別 類別已經 所以你看靜態 現在懂了嗎 靜態跟記憶體有關 你就很好理解 一個靜態的類別 他已經定義在記憶體裡頭了 不能再動 你裡頭怎麼可能會有動態的成員 可是一個動態的 類別 他裡頭可以靜態 因為我靜態成員 記憶體就鎖在那 沒關係 我其他還是動態 另外這個 動態可以包括靜態 靜態不能包括動態 靜了就不變 你變了就不叫靜 現在真的就全懂 以前那個 你看 如果無聲 什麼東西靜態 什麼東西在Static 都沒弄清楚 你看 這兩年喔 我對這個九陽神動裡頭 第八招早退主持 特別有感悟 剛好 你看學 陳日語言就用到 你們不信心也不肯去 找套用 休息一下下 我們臉書一樣直播繼續錄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你會這樣做 Share Titan 然後 Seeing 分別說這個 去讓 都代表同一本書 他註解都會寫在陳詩的上面那一行 所以他就 義夫 剛讀過 阿彌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两个值ISBN函数传回来的值是相同的话 那就输出这两个相加 传回1 这个函式传回1 如果这个L10就是不然的话就传回-1 表示失败 Datamizer refer to SAM ISBN 输出完了就N9 这个程式与之前的版本也就在IF以及与其关联的L分析 即使不了解那个IF条件我们也知道 这个程式在做什么 如果那个条件测试成功 那我们会写出相同的收出 跟之前一样 然后回传0 表示成功 如果条件测试之外 我们会执行接在L10后面的区块 Graph 80 运出一个讯息 并回传一个代表错误的指挥 什么是成员韩式 这个IF条件里头的两个韩式等于 会呼叫名为ISBN的一个成员韩式 Member function 又叫做方法 就是这里啊 我们之前看过 成员韩就是定义为某个类别的一部分的韩式 总之是某个类别 其中的一个成员韩式 成员韩式有时被称为 称作这个类别的方法 相对于这个类别它叫方法 那这个类别里头有属性 那成员韩式 这个韩式是比较通 不陷在类别里头 可是方法是陷在类别里头称的 这样你就知道方法跟成员韩式 或者方法跟韩式还是有区别 不在类别里头 可能一般都不会叫方法叫韩式 就叫韩式 所以应该严格的说的方法 就是等于成员韩式 可是韩式不一定等于方法 这样就了解 可见方法是一种特殊的韩式 这种韩式叫成员韩式 一般来说我们会以一个物件的身份 来呼叫一个成员韩式 应该不一定 它一般而已 你这个 以一个物件的身份 一定是它类别要做实作 Initiate 实作为一个执行客 可以需要等于空间 解例来说那个相等 性 运算式的左 运算员的一部分 用了点号 运算值 点号运算值 DOT UPPERATE 点运算值 所以这个点在西加加里头 就表示运算值 来 我想VB VBA 也是类似 我只是不知道 那个点也算应分 来表示我们想要的是 名为ITEM 的物件之 ISBM2 里头的成员 点号运算值 就是为了表示 我想要引用里头的成员 一个物件 或者一个类别里头的成员 需要执行个体的就是要物件 那个物件其实背后老板还是类别 不需要执行个体就直接类别 这就是静态成员 就是不需要执行个体 它直接调用类别来用 点的意思是 附属于它里头成员的东西 顶号运算值 是适用于类别 行别的物件 没错 因为类别行别 它里头才有成员的组成 类别行别 就是这个行别 是由一个类别所定义的 里头又有很多的 前面讲的比海维啊 或是成员啊 左手边的运算员 必须是类别 行别的一个物件 而右手边的运算员 必须指明那个类别 一个成员的名声 这是讲到这个点运算值的左右 点号运算值的结果是 右运算员所指明的成员 结果是右运算员 右边运算员 指明的这个成员传回来的结果 当我们使用点号运算值 来存取一个成员函式 我们通常是为了呼叫那个函式 我们使用呼叫运算 call operator 啊 呼叫 其实VBA call 函数也是要加括号 原来这个 双括号 圆括号 也加运算值 我们都以为是跟前面那个 函数的那个圆括号类似 好像是参数 这里是不一样的 这里是当运算值在用 call operator call叫运算值 你看VBA到现在学那么久 今天才知道这个正名币也正本 难怪学得点点勃勃 明不正的 言不顺的 言不顺的 字不成 不从正本的书真的学到很多 郭教运算值是包围了一个引数列 就好像前面那个面的那个方式 那个韩式一样 注意啊引数列为什么不说参数列 参数应该是在类型里头定义 它里头这个成员的时候 那叫参数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实作为 initialize initiate instant 已经实作成一个执行个理 所以它 引用它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传达一些引数给它 那有些参数它定义的是不需要 不一定要 甚至参数就是零 所以你传回来就是空了嘛 我觉得它这个 就执行课里来讲是叫引数列是没错 英文也叫阿九 没错 不叫Parameter Parameter 不是参数 可能是空了 就是一无所有的一个对 对瓜糊 你的一对瓜糊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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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ISPN成员还是并不接受引数 因此就一个空的就对 可是你一定要加花 这个表示是呼叫韩式的运算值 叫呼叫运算值 叫呼叫运算值 呼叫一个韩式 叫呼叫运算值 的原文 和reference 它是名为ITEM 置物件的一个成员 这个韩式回传 儲存在ITEM中的ISBN 这个相等性运算值的又运算源 也以相同的方式执行 回传儲存在ITEM处中的ISBN 如果ITEM相等 该条件就会出货 就会FORCE 习题终结1.2.2 练习1.23又来了 接下来就马上这一章的结尾了 就是 BOOSTOR的程式上场 这里是第24页 23页没有座位 就省略24页练习 1.2.3 所以杨梅作文就算了 省略 1.2.3 写一个程式 读取数比交易 数比 不是两比 并计算每个ISBN 出现几次 真的要写吗 你要先建立那个 类比 用那个刚刚就用了也没有用 难道要一个一个设置变数也太笨了吗 五笔记录就设五个变数 太奇怪了 他这个 加之后到底我们要偷看一下 他这个里头到底是什么 卖什么葫芦 尤其你看他这里头有方法 比较ISBN 比较ISBN 重回值 Veturn YH你不知道点一下 看他有没有定义 不知道在这里可以讲 显示定义不要一致 查看 就列在下面 他定义 因为是在参 诶 对啊 他定义就在这 这是一个方法 方法里头有参数 因为这在类别里头 参数 参数的两个参数是 常数值 item 那这个是什么运算值 现在还不知道 Cears item Sares item Cears item 他的屬性 狼位還屬性是誰 狼位是 所以他還是有 文字形別 停一下 就這 String怎麼變這樣 因為我是String 還要全選才行 命名空間是STD Type 行別的定義是 String 自串的行別 所以他也是有的 要這樣引用就對了 首先這個變數是 String 行別的 標準 通常是會裡頭定義的 String Revenue 定義一個狼位是叫Revenue 它是Double 行別的 還有一個沒有被 定義 寫外是Item裡頭的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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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出錯就是在ISBM嘛 我們剛出錯就是在ISBM嘛 這是狼位 啊 ISBM 平均價錢 南威西平 Return SBM 我都想自己寫個class 他這個好複雜啊 有點超過我們現在的能力 他可能是為了跟後面的 就一個參照 他就不是另外寫一個簡單的 我們看 直接看1.24的變形 給予前一個程式代表 多個ISBM 多比交易紀錄來測試他 每個ISBM的交易紀錄 應該同一組 你覺得他這個練習題怎麼跟 正文講的內容 根本就有點不太對稱 有點超出 尼瑪講多的練習少一點 然後練習的超過所講的內容 這叫入門書 如果是進階的還可以 因為點到為止你就該領悟了嘛 入門的你不能這樣嗎 每一個結果應該被群組化 在一起 這個我覺得都有點 像他前面那個算那個也是 也沒群組化 他就是同類的先放在一起嘛 非常幼稚非常簡陋的 現在好像要搞一些比較有變化的 他叫人家練習的超過人家 你交給人家的東西然後這樣 他現在也沒交正列也沒那個他就要叫人家群組 他現在也沒交正列也沒那個他就要叫人家群組 那個變數 作者老師的苦心是讓你熟練 命名變數嘛 定義變數 變數在程式裡就好像那個 剛剛我們提到的韓式 韓式是在整個西加加尼寫的application 整個方案程式裡頭 反距於那個parefacy 雲發火 前面有傳回一支的 後面是一個發火 這都叫韓式 可是在類別裡頭的才叫方法 同樣的藍位 什麼叫藍位field 所謂藍位就是一個東西裡頭的藍位 所以它一定是在一個東西裡面 所以它是類別裡頭的一個成員叫藍位 其實它就是其他地方一般講的變數 只不過就好像剛剛的韓式在類別裡 成員裡頭也可以叫做方法 然後變數在類別當成員的時候 你也可以叫它變數 你也可以叫它是藍位 這樣我就真懂了 西下魂應該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都以為藍位就等於變數 我之前看那個參考資料也是 就這樣整天就跟你講 懵懵懂了 都沒有像我剛剛這樣講清楚 你就還以為它只是 它就是同意思 完全一樣 其實不是 別的地方出現 你不能叫它是藍位 比如說我們前面練習的對不對 me one me two 那裡都不叫藍位 它直接在一個方法裡頭 命名的叫區域變數嘛 它在我們那個man m a i n 的方法裡頭 它並不在任何的類別裡頭 所以它不屬於任何類別的一個成員 它也不能被吊用 所以它純粹就是一個變數 它不會是field 不會是藍位 更不會是成員 這樣就了解了 獨立的 不屬於任何人的 就叫韓式 或者變數 隸屬於類別下面 性別下面 韓式就可以叫做方法 變數就可以叫做 藍位 field 來翻英文 這個field也是 英文國語 英式國語 應該叫做成員變數 比較妥當 藍位 所以像資料庫和資料表裡頭 藍啊 一藍一藍一藍 結果根本都不是 說真的 英文裡頭那個field 根本不是藍位 像英文那個 波爾 Microsoft Word裡頭 它field 可以翻成功能變數 所以它是一種 有一定的功能和目定 或者它存在是有固定的對象 大陸方upject 它不覺得就跟行別類別 透不了關係 英文叫field 你不能照的英文 field的叫藍位 結果你看這些資訊系的 專家就只要藍位來翻 中文誰看得懂 這裡也沒有表格 幹嘛叫藍位 這樣了解了嗎 終於了解 以前的死被聲波 聲波 火波生吞 真正的了解和消耗 所以這個 藍位也是 英文是中文 楊金兵中文 楊金兵是講外文的 楊金兵 那文靈兵 是用他的名字 來揮解的取消這些 楊金兵中文 文雅一點就是所謂 像台灣國語 英國國語 英式國語 英文國語 東美一點 城市我覺得還不是難 教教王美隆老師 他教他們不肯學 因為他們尤其林老師 他們比較坦白說 說明 看著有看 看都懂都完全不知道吧 怪不怪你 人家是國文教授 可見是寫的人國文程度真的有問題 或者他都沒有注意 與人交流的問題 就照字典去翻 跟機械翻譯 直不擺布耳 當然不會像這邊翻譯招成那樣子 直不擺布耳 直不笑擺布耳 張孟子這樣 我們開個星星 我的音是 美式中文 音是或美式中文 拜託 藍位 這裡跟第幾頁沒關係 我們這裡藍位 還是 Hank 靴 開家 ? 燃 本 I think I saw the wall as well. 功能性變數 功能變數 你看我們那個語言入口網站啊 Microsoft你打個Fill 他一定有翻欄位也有翻 功能性變數 靜態欄位 欄位 全都翻欄位 就很爛 靜態欄位 靜態欄位其實就是靜態變數 因為他是在,你看Member吧,一定跟Member跑不爛 代表一個變數 對不對 然後跟這個物件有關,物件或者類別 為什麼他說物件或類別 因為靜態類別他是不需要 實行一個 Object 他才會這樣講現在你看 觀念真正正確的,這都完全看懂 欄位 這裡怎麼可以翻欄位 這個是表單 你可以翻欄位或資料表 你看 你不信 找不到 Office OBIS OBIS365 一定功能變數 難位 當然是另外一個 因為我裡頭也有 標格 好多嗎 哇,這麼多 有功能 你只好這個就知道功能變數 對不對 Word的 功能變數 你看他英文原文就是 Field 直接更新功能變數 英文文就是Field 你看 功能王變數英文原文為Field 照理說應該翻譯成欄會比較好 還比較好 欄為什麼意思 根本不通 當然這裡是翻成變數比較對 只不過這是功能性 它叫分功能變數 怎麼會變比較好 國文就是 糟糕 糟糕 多說多錯就是這樣 沿用早期翻譯 是沒錯 可是早期的人就是翻得比較好 那不會卡在Field 或者是藍位就照翻 有沒有 根本都不通可不可以給他留言 國文好好學 我問你藍位 這裡明明它的性質就是一個變數 它裡頭的數值是變動 你看到這個 參數變數 這個值會變得變數 你該取藍位什麼意思 藍位是表格才有藍位 只不過英文 你看英文 英文難道Field 你看我最近給那個麥克壽 留的那個言 我說謝謝你們還重視我的問題 我今天 臉書也有分享 你看叫領域啊 難道還翻成領域 還照字典翻 就笨到這樣的嗎 還翻長嗎 這樣嗎 那為什麼一定要翻藍位 你看難道可以翻平原嗎 你要回到上 對錯 回二座不能那麼帶 你看那個圍記一定也會講 翻成藍位誰聽得懂啊 一樣啊 假如你今天打運動場 或者你給他翻藍位 笑死人 是不是 看中文誰看得懂 英文叫藍位 還可以是底色耶 根本你要看他到底用在上下文 用在哪裡他的語意是什麼 柯舟求見 呆呆的就是藍位 還比較好 比較好是什麼 比較合英文嗎 又來英式中文 美式中文 難道可以翻階嗎 你看他沒提到 變數的問題 看大一點字典不一定有 英文 Cambridge 劍橋 他原來是一塊土地的一個區域 然後後來就變成為什麼叫功能變數 因為他在這個範圍做這個功能 只要這個範圍他的值可能都可以 就好像你在一個領域你要種什麼水米嘛 一個長一個田裡頭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衍生出來的意思叫feel 你看 只有七星大法 自然的空間的實物變成人文的 或抽象的 對不對 你看一個領域是什麼 活動或者你範圍的領域 同樣啊 一個變數他是不是有興趣的值的範圍 他管的範圍 對啊 他才用這個意思去表達那種變數的意思 用feel 這個是database一樣 那是從表格你視覺化覺得是一欄一欄 其實他這裡說的好其實是資料 資料庫裡頭一個分支或一個部分 這種部分 好像田裡頭有一塊一塊他翻成別的 以前那個Google有一個字典 現在好像撤掉 還是跟翻譯合併 最近都查那個字典 以前都會跑出來 現在幾乎都看不上那個網頁 應該是撤掉 你看一塊一塊的區域叫feel 那你變數是不是像整數變數 是不是這個區塊 你文字的就不在這個區塊內 那在這個區塊內 或者整數的儲存值多大 你要設什麼數都可以 他是這樣來的feel 啊 出貨要準備收貨 怎麼會 今天出貨 下午5點28 真妙 今天禮拜 今天禮拜 有 有 今天禮拜 好快 除非怎麼樣 兩三天就收到 我這次買了一些醬料 這個玉秀 你看他介紹真的很有心 讓他支持 然後 買過他那個薑 麻油薑米 哇真的很醇 非常好 然後我去有一家買那個有機 那個碧羅村 他姐姐 在我們市東市場上 他也推薦了 我說我知道 那時候試試試看買 哇 那個髮型真的超純 好香 那麻油好也好香 看他那個介紹也很有心 有人很支持 然後在 那個 買了一個臭 因為他有買多少 免運飛 就買了一個類似泡麵 好 放在買書 400 什麼東西 該不會硬碟 這個 這個 app 教你 coding keep coding 一家一家 所以他裝來玩玩看 開信 470 這個 雲端 雲端商機 那這雲端商機 華碩也是去搶 那這雲端商機 自己找麻煩 那時尚包合你就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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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我的Order,我也沒註冊,他怎麼知道我這個信箱 太可怕了吧 我有用什麼登錄嗎 我剛剛也沒有確定嗎 太可怕了 對啊 他怎麼知道寄到我在信箱 奇怪 太奇怪這個要了解一下,太危險了 被害了 所以這個真的 所以我們這個分享到 古文共欣賞的討論社團是對的 你在見證的這個 你看 功能變數 你在AutoCAD也翻成功能變數 翻得很好 至少把他的傳神 當然這個名詞很陌生 總比你那個變藍味 誇張完全就不合中文的習慣 好多 這裡的ISB成員並不接受 這個我們 我們不理他 這兩個的息體也一樣先略過去 以後到後面 學的比較多 比較難的在一起做 當然可能我們可能會被基礎打得不穩 希望不會啦 他這裏實在有點誇張 然後這樣 出這個題目都超過他講的範圍 The Bookstore Program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來解決原本的書店問題 我們 對於讀取銷售記錄所作成的一個檔案 並產生一個報告為每本書顯示售出的總本書 每一本書總營收以及平均售價 我倒覺得他前面的練習啊等於是 為後面的章子 內容做一槓 對不對 那他就寫出範例了 可能先讓我們去想一想吧 不是真的 可是他又說要寫一個誠實 Exercise是實作的意思 不是光 推想 他原來22確實是平均售價 可能不同的通路賣的錢不一樣 所以他 22乘以3是600嘛 600 加60 60加5是110 110除以5就是22 平均售價是22 一本書 對不對 平均售價就是 貿交易額是 22 我們會假設輸出 會假設輸出中 每個ISBDN的所有教育技術都被歸成一組 不是我們會假設 我們預期 又是假設 我們 是我們 你看 那分成預期不是好嗎 在預期中 我們的 在預期 下 可以預期的是 在期 我們的期望裡頭 預期我期望中 哪有 照番機假設 我們的程式會將每個ISBN的資料 結合在一個名為TOTAL的一個變數中 結合在 結合是用爆碼系連戰 我們的程式 will combine the data for each in a variable name TOTAL 把這些 每個ISBN的資料 給大家濃縮在或存在這個 combine 都是放到那裡面的意思 結合 原文是 combine 翻成結合又是照字面亂翻 這樣翻還用你來翻 我來翻字典我也會翻 我們會用名為 Trans的第二個變數來存放我們 就Transaction 讀取的每筆交易 如果Trans and TOTAL 紫色相同的 ISBN我們就會更新TOTAL 或者 我們會印出TOTAL 並使用我們剛讀取的教育器 又來重設它 就有點像它剛剛前面有提到的例子 所以我看它的例子又是要把 同比的 不是群組化它又放在一起 這根本不合實物嘛 然後那麼整齊同樣的放在一塊的 Include IO Stream Include Sales Item Sales Item 命名這個型別 叫TOTAL 存放下一筆交易制度資料的變數 E4 STSEIN TOTAL 讀取成功的話 確保資料可以所以 就執行下面的 Sales Item Trans 又命名另外一個Sales Item Trans 又來存放運行總和的變數 外而 STN 讀進來的Trans 是 With total isbn等于train isbn total等于total加train 更新累積 所以他這個還是要引用他那個才行 include cssit.h這個檔名 Ls 印出前一本的結果 跟前面他寫的程式是一樣 total 等於 train 更新 total 現在指向下一等數 那這個回旋跑完呢有沒有看到大瓜糊結束 if alz 大瓜糊也結束 那回旋跑完記得要輸出最後一筆是不是 對啊你看 他跟邏輯跟前面那你這個給他 剛剛測試過一定要排在一起一樣的要排在一起 太誘致了 當然這個基礎 然後為什麼又來一個else 因為他前面有一個else 如果讀取不成功 沒有輸入 警示使用者 然後 你看 他跑出一個新玩意兒 std c e r c r e r e r e r 就錯誤嘛 前面學c in c r 我現在是c r 這個c r c r e r sir 然後data 還有一個問號一個警探號 沒有這個職 沒有這個職 職不合 這樣說應該講清楚一點 輸入的職不合規範 可見他那類別裡頭一定要去檢查你輸入的職 合不合法 合不合我的要求 不合他就沒辦法處理 這就太呆的 誠實 剛開始應該是這樣 只是失敗 否則的話就只是成功 對不對 returning 最後只是 0 1- returning returning他是寫在最外面 那如果A20就return1 然後他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returning他寫錯地方 有沒有最下面那個刮弧他是 man的刮弧 對不對 returning 我問你他這個ELS執行完他沒有直接出去 他這裡有問題 那下一行還是會執行這個 對不對 這是ELS的下瓜斧 執行完那ELS跟 這個是EV的下瓜斧 對不對 他也沒說這個return 對不起 喔 我錯了 因為return他就不會執行後面的 我這裡就略了去 所以他寫在這 對 或者你可以寫在這個 EV的裡頭也對 有沒有因為他這個ELS 進來之後他return他就不是後面的 return後面就不執行就回去了 是這樣 你乍看這個結構好像 這個要寫在EV裡頭 對 就是因為特性是return 我差點忘了 return就像 VB的 Exact EXIT 離開這個程序 離開他當然後面就不執行的 直接跳走 return的意思就是return 回來這裡 傳回這個-1 後面這個return 0 他就不執行 了解 沒錯 拜託專家怎麼會錯 所以我也是蠻猶豫的 果然證明最後還是自己錯 好 This program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one we are seeing so far 最複雜目前 其實就前面那個 右字的變種而已 只是 前面是數值 這裡是 前面是數字的形別印刀 前面是數字的形別印刀 他這裡是用 類別 的形別 一個object 類別的形別就是object 就不是數啊 也不是文字 但他只用到我們已經見過的那些技能 如同英文 facility 是用這個 翻技能 As usual 如同英文 我們 我們一開始先引入 要用的標頭 即標準成熟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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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們倒在也可以去看 資料給的假如不照順序排的話 另外中間他的 計算的總和是不對的 邏輯就這樣 我們先試著把第一筆教育記錄讀到頭頭並視而是否讀取成功 如果讀取失敗了那麼就沒有資料可以梳理 我們就 退回到最外層的 L-SP 告訴所有的沒有輸入可用 第一筆資料 你看他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你第一筆資料讀不了你第二筆就不管 對不對 完全停擺 這個是非常 陽春的啦 說幼稚太難聽了 非常陽春的 基本基礎 根底的東西 非常草根的 假設我們成功讀取的第一筆之後就會執行在 最外層的一幅 我的區塊 那個區塊會先定名 定義名為 那個區塊會先定義名為 TWINS的物件 用在讀取過程中 采放我們教育記錄 Y數據會讀取 剩一個所有記錄 就跟前面的程式一樣 Y的條件會從標準輸入 讀取一個值在此 我們將一個SalesAid 物件讀入TWINS 只要讀取真正中就 我們就執行Y的主題 主題是錯的 是主體 一定原文是BODY 這是比物 這是我們生久 叫我看終於發現一個 校正沒有注意的事 As when we have succeeded Reader recall We execute the block Followed up Almost if That block starts by defining the object name 就這裏 BODY of the white 主體 就是BODY嘛 We execute the body of the white 他是BODY 我們就自己外的BODY 主體 區塊 外的BODY 是BODY的BODY 是BODY的BODY的BODY 是BODY的BODY BODY的BODY 就印出 那後面如果有還相等 不管他 並將TWINS訂給他 來重置 TOTO 前面的東西 執行YEV後 我們回到Y中的條件 讀取CHAVE 以此類對此道沒有紀錄可不為 當這個Y中結 TOTO所喊的就是 檔案中最後一個 對不對 ISBM資料 我們在結束最外層EVE數據 的最後 一個數據中 寫出最後一個 SFM 在使用網上的這個標頭 編譯 並執行本節中的書店程式 本節中的 就是他這個 你一定是要 這不是編譯執行而已 你還是要給他一串數字 去把它跑出來 對不對 這個我不想實作 沒什麼 我只是把數值改成 Object 改成 這個class 我沒什麼 操作在他手的 還是他創建的那個 SalesItem class 對不對 標頭 使用網站上的標頭 網站就是剛剛他給的標的 UCL SalesItemHeader For the website Found the website 本章圓滿喔 本章總結 本章介紹 Chapter Summary This chapter Introduce in love C++ Tolay 主要讓你編譯並執行簡單的席家聲 我們看到定義 因為編譯他那裡沒有講解清楚 對不對 我們看到定義man 含式的方式 他是作業系統 會呼叫來執行程式的一盤子 作業系統會呼叫 別忘了前面講呼叫運算指令 Parathesis 圓包 這是作業系統裡頭或者你寫的 Application裡頭 作業系統會直接找到這個man來執行 接下來怎麼做就看你那個城市的固牌 怎麼安排 我們也看到如何定義變數 如何進行輸入與輸出以及如何撰寫IF4Y 這數據 我們本書結尾介紹是家家最基本的機能類別 原來他叫 Facility 類別叫facility 最基本 the most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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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四月子 你叫他的class 最基本的機能類 Fundamental 在本章中我們看到有什麼創建 和使用別人定義好的類別的物件 使用別人定義好的就是作者提供給我 如果創建 創建就跟那個header 標頭檔有關 創建的時候像那個 Visual Studio裡頭有創建經理 建立一個類別的時候 專案加入類別 西家家類別確定 有沒有他一定要你指定一個 那你這個類別名稱是什麼 他前面有介紹你這個 標頭檔一定要 他裡頭的一個類別名稱 同樣預設就類別名稱就是標頭檔 他這個可能是你 創建一個新類別可以加到現有的標頭檔 header H111 H111 CPE檔現在沒有介紹 基底類別是說你這個類別是不是 根據某個基底類別來 derive 來乘計計成 存取 權限是多少 所以他預設的也只有這三個 我們前面還看到friend 可能也類似 虛音結構 韓式 內牽 受關 這個我們都還沒學到 注意啊 西家家最基本的facility Fundamental Fundamentary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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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ity The most base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ility Fundamental 後續章節會展示 如何定義我們自己的類別 現在是創建 然後看到如何創建 用別人的 以後要看如何定義自己的類別 定義自己的類別 其實就是他後面講的類別作者 要自己創作一個類別 那這裡後面的就是 Defined Term 就是被定義的一些詞彙 它的定義 其實翻中文應該是說詞彙的定義 就類似說Defined Term 應該就類似說Defination of Terms 所以他後面都是這些詞彙的定義內容 結果我們 中文版就要翻成定義的詞彙然後這樣翻 好像詞彙 定義的詞彙還有沒有定義的詞彙是這樣嗎 中文意思怎麼會這樣 什麼叫定義的詞彙聽都聽不懂 他就照這個英文 人家說 台灣國語他是 台語國語 他是美語國語 有人說好想學 RWD是什麼 你想教嗎 RWD我自己都不會學我怎麼會講我哪有在教我們是一起學我自己學 RWD教學 原來他也會 動態網頁小面色網頁設計 喜歡寫網頁 RWD RWD 南无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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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 Szpansiv wave sign 违宇式的网页设计 我们复习一下这里词 不管我们不分析 个人有因缘不同 Argument就引述传入一个韩式的词 Assignment是指定抹灭一个物件 目前的词 以一个新的词取代词 抹除掉抹灭 这个中文真多真的有问题 抹灭是这样用吗 不想写那个 讲义了 夸张了 重要观念我们才写 跟这些泯灭好 抹杀好 清除一个物件的词就好了 删除 Obl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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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buffer用来 N-line那里 用来放置资料的一个储存区 Io技能他们会将输入或输出出生在一个缓冲区 独立于程式中的动作 读写 该缓冲区 动态读写 动态读写吧 Dynamic 这也是Dynamic的英文吗 独立于程式中动态读写该缓冲区 Obliterate Obliterate Buffer Independent 真的是独立 独立 Action In the program Buffer Obl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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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于程式中的动作 放了 动作 他放那个字 Intependent 独立 在程式中 独写该缓冲区的行为 要命 那真的没有英文版 那怎么办 独立于程式中的动作 输出缓冲区可以明确的 排清 Fresh 以强制将缓冲区的主要写错 这情况要读取Sing 就会排清 Cout 读清 Cout Cout也会在程式正常结束时被排清 程式正常结束的时候才会被排清 不正常 Cout 又完了 Cout is also flush when the program ends normally 不正常可能就残留在那 Ready 4 Reading Sing Flash Cout 终于有一个错字 Reading Sing Flash Cout 他就变成Cout 变成Cout 跟我刚刚一样 扶取Sing 就会排清 Cout 有一个校对错误的地方 现在是26页 Building Type 这一件芯片由语言本身所定义的形别 例如 Cerror 对他刚刚没有 讲解Cerror 表示失败了 在23页第一次出现 绑定制标准错误 Standard Error All-out 对应物件 他写出的装置 通常与标准输出一样 预测情况下 写出到 Cerror Cerror Cerror的资料 不会缓冲 通常用于错误线或非正常 程式逻辑部分的输出 他这里没有写 这个不是所以 Ostring object Tie Standard Ostring Ostring里头的一个 I object Tie2 绑定制 细节制 一般电脑翻成细节 细连 是标准的错误 绑定 绑定 你看我刚才讲 他有些该交代都漏掉了 Cerror竟然没讲解 然后我们自己推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这个是Cerror 写法跟Cerror一样 对不对 只不过把Cerror 改成Cer 然后后面还可以自定义 Cerror的那个错误 只不过他这里提到 可是他后面还是有N9 他说 这里Cerror的跟Cerror不同 就是说 他不需要写 写到 预设情况下 写到Cerror 它的资料不会有缓冲 他是一个AllStream的物件跟那个Cerror一样 Cerror也是一个AllStream的物件 你看输出输出的第几点 AllStream两个型别 一个 InStream AllStream 这个IOS 程式库基本是 名为 其实这两个型别我们现在终于懂 可见他这个程式库里头一定定义了两个类别 InStream AllStream 那这两个类别都可以实作 都可以 个体化 我们说个体化 或者执行 个体 所以他这里用形别是这样 这样才真懂 那Cl 前面有Cl 或Cl 忘记了 所以我还说他是第1次发 出现其实错了P6的出现 前面都没用到 前面都没用到 对不对 CAL是不写缓冲的CAL 而Clog Cl Cl 你看我们通常使用被称为标准抽 Standard error Cl 他说的绑定标准抽 发出警告 CAL 用来记录 程式奇迹冠军中的一番咨询 这前面我们就念过了 这样没注意 所以念得快忘得快 通常系统会将 每个这种物件光联至程式在其中执行的实创 所以当我们从CM读取 资料就是从 正在执行更诚实的实创做起 所以这些物件是关联在执行中的实创 写入和Cl Cl和C都会维持到 输出就会维持得到 相当的实创 所以是 执行中的实创 执行中的实则 P6要在温洗一下 接下来还好有看这个定点词 C2 C2log都忘了 CharacterStream Lateral 字串字面词的0元 CharacterStreamLateral 资源自称字面词 资源自称字面词的0元 C引用来从标准 输入 读取资料的 InStream5键 Clars类别用来定义我们自己的资料结构 注意这个资料结构跟类别仍然那么有关系 C7关联 变酸的机能 特别是C加教终最基础的功能 类别是C加教终最基础的功能之一 程式固行别例如 你看吧 对不对 程式固行别就刚刚 InStream和OutStream 都是类别没错吧 例如这个都是类别 为什么叫行别就跟他始作 执行个理有关 所以观念建立正确真的 直减欲凡 事半共备 架勤就手 你就知道行别类别什么 行别 我以前不懂都 咬文绝字 死在字上 行别就是类别 以为行别就是类别 观念还是不正确不清楚 还是混脑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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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sh 类别行别 你看多好 两个 放在一起 有一个类别所定义的行别 就叫类别行别 对呀 你看多好 就是 该行别的名称就是类别的名称 对呀 马上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类别 什么行别 他们的关系 不是原来我理解什么 他比较高层 他比较低 你看我前面的是错 Krash A type Defined by a class 他们是这种关系 所以甚至我们理解的那个 Int Stream 这一定都是从他们程式库定义的类别里头去做界定 Name of the time is the class name 这个行别的名字就是那个类别 Cast time C-Log前面提到绑定到标准错误的 AllStream无键 预设情况下对C-Log的写错动作 有经过缓冲吗 所以只要你用到C-Log一定要 用N-Line清除缓冲 通常用来 把程式执行过程的秩序写到一个纪录照 Log 所以它应该是会产生为一个档案吧 所以讲得不清楚 对不对像我们刚刚那个就呈成一个档案出来 Common 注解 所谓编辑区会忽略的程式文字 所以 注解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叫程式文字 要以为注解又不是程式 其家家有两种注解 单行Single Line 与程对配合注 注意这些程对注解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名词 可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成对 不是行 它相对于当行 难道是Line 成对 当然不是 是那个 夹注符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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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正邪线 一个信号加正邪线 刚好注解以一个双斜线配统 从 双斜线到该行行尾的所有文字都是注解 注意啊 该行行尾 成对注解以一个 不同行就无效了 这跟我们前面讲到 假如你是程式的话 关你几行是不是都没关系 这就不一样 你看 我如果这里下个双行 双斜线 只有这一行变绿色 换行他就不管 这叫单行注解 超过一行他不行 他看到换行不怕他就失效 到 到盖行回了 成对注解是以一个 正邪线加信号 包含到下一个版 信号加正邪线之前的所有文字 所以叫成对 要讲清楚一点 是这个符号成对 这个符号配合 配合的 Condition 条件被估算 Evaluate Evaluate 为True或False的一个运算是 0的值是Fal 任何其他的值 都会产生True 所以前面 可是我们前面 用那个集市运算 它False就False 是不0值 对不对 而且很奇怪 0值是False 0的值是False 其他的值都会产生True 这是在 条件式里头 可是你看这个我们执行成功 它传为的值是False 这样就不通 这样注意这里是条件式里 在条件式里 条件里头 0的值是False 其他任何值都有True 其他任何值注意 前面我们那个Y 只要读取成功 它传回来的不是0 不是False 今天它读取之后 它传回来是0 0 对不对 只有0是False 或是传回来False 乌0值的False 所以False这里跟VBA 还是一样跟C下五一样 还是0 没错 可是它们那里是减号 减一是True 不是任何值都True CR用来写出这条到标准输出的 R 通常用来写出一个程式 输出 Curry braces 大括号 大括号 界定区块 一个左括号 Open Curry 其实 第一是 一个区块一个右括号 Close Curry 通知一个区块 所以它的Structure 资料结构前面才说定义我们自己的资料结构 资料与作用在 资料上的运算 所成的一个逻辑分组 资料和作用在资料上的运算 意思就是相关于这个资料的运算 资料运算 跟这个资料运算有关的 一个逻辑分组就叫资料结构 所以为什么说定义自己的资料结构 可以这样遇到 资料结构 一定会有关的 你自己的资料遇上海 露却也说 是什么 第100 有办的 很多人哪我看到了 这个市场 就是 装完整下盖的 门 的 那也不會計較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說 類別是定義我們資料結構 所謂的資料 data structure 原來是這個 data 和與這個 data 相關的運算 組成的一個 logical grouping 都是這樣 資料結構 我就是跟資料結構 就是會想到資料庫那個 就不對 所以這都是語言上會有奇異的 Logical grouping of data and Operation on that 這是西加拿這裡對資料結構的認識 這個臨時的認識 整個組起來 的Logical grouping 就叫 Data Structure Ali Combine Debug 這是不斷循環做的事 常常就是一直編輯啊 編輯啊 再出錯 讓程式正確運作的一個 必經的過程 不斷的 重複操作這三個組 End of Life 檔案結尾 系統特定的標記 代表一個檔案中 也有更多的實物 我們要稍微加強 End of Life 好像我們跑資料庫的時候 常常要判斷這個 這個資料表的最後一筆記錄 是不是 Eof End of File Eof Bof Bof 應該是Fill的吧 這一籃的最後一個 F是什麼 我突然 應該是End of Table 不可能啊 應該是F 藍位的那一筆記錄 通常是藉由一個藍區多記錄 不會整個有資料表 F應該是Fill的意思 這時候就是藍位 資料匯都藍位的意思 Expression 運算式計算 Computation 的最小單元叫運算式 一個運算式 由一個或多個運算員 Operate 通常是一個一個 更多個運算式所構成 運算式會被 估算 已產生一個結果 舉例來說 假設I與J是印的 那麼I加J就是一個運算式會產 出那兩個 暗值的總和 運算式會被估算 已產生一個結果 會被估算 每次翻得很快 會被運算就好啊 就是 這次的運算是會被去評估的 或者會被去 運算 出一個結果就好 應該翻成運算比較對 Evaluate 它就是有卡在這個Evaluate 一般是評估啊 估算啊 其實這意思就是運算嘛 因為你評估的這個式 為什麼要用評估 評估這個式合不合 合法就把他結果算出來 存現出來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後面舉例就這樣嘛 評估 只要兩個都是印的話 是不是就是估 只要一個是印 一個是文字 可能就不合法 要嘛就全都轉成文字 要嘛對不對 只要先估才能算 他的估算是這樣 中文這裡翻譯就不能這樣 要嘛你就講多說一點 去評息 估計 或者估算 再把他結果算 提供網路執行 提供網路執行 功能的疊代數據 疊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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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錯了 疊代說 疊代說 疊代應該不是這個字 疊代說 疊代說 疊代也是這樣嗎 Iteration Iterate Iteration statement 反覆去 Iteration Iterate 重複用來重複某個計算 固定次數 Iteration Oven used to repeat a calculation A fixed number of time 通常是用來 重複一個估算 重複多少次呢 一個指定的數字 一個fix 一個適當的 範圍 一個適當數的一個數列的範圍 翻的就很爛 通常用來重複某個計算固定次數 在幹什麼 對啊 那翻什麼啊 重複某個計算固定次數 我可沒有匪謀照他的文字念啦 你看你聽得懂 聽不懂 方選是韓式 我們前面討論過 韓式跟 方法的差別 只要他不是成員的 他還是叫韓式 你是成員的 他可以改教方法 計算誰的成員 不要省略主持 都不知道類別 類別裡頭定義 甚至說這是一個 成事庫裡頭定義的朋友 好像不是成事庫 你的定義也可能 韓式不一定是 那個方法 不一定是成員韓式 成員應該都是講類別 專門對這個 的class 英文的概念 大概他取名就是這樣 我們在同一類 我們同一類的裡頭 不是有成員嗎 所以有member 我們都是這一類 這一國的 就像國語俗話講 這一國的人 然後方向韓式計算的 居民單位 他一定要 具有名字 Name unic Function body 韓式的主體 注意啊 這裡block跟 body還是有分別的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所以block應該是在韓式裡頭 韓式也有大瓜糊 所以他叫body 那前面講block b-l-o-c-k 一個區塊像 乘數據裡頭 Y 它也是 大瓜糊中間那個叫區塊 那韓式 我們可以這樣說 區塊又是一個 比較範襯的 那函數裡頭的區塊 也可以叫body 可能是這樣 好 好 另一個韓式所進行的動作的區塊 對不對 所以 body 跟區塊 的關係你就知道 你看 Function body 對不對 block 你看block和body的 意思是不是就很明白了 block 哪一種block是限定用法 所以 block可能有別種block 那一種block就不能叫body 這一種block 剛好就是韓式專有 那種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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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專屬於 函數裡頭定義的一些 哪些 指令要被執行啊 哪些動作要被操作 這個區塊 叫做body 這樣就會分body 主體跟 區塊block 還是有差別 所以你看這個都跟那個 新年快樂死快樂對象很有關係 主詞都省略啊 找錯了 老是 萌萌萌萌 接下來 FunctionName 團式的名稱 眾所周知的韓式名稱 可用於呼吸 然後我這樣翻譯什麼叫眾所周知 FunctionName Name by which a function is known Can And can be called Lame by Poich a function is known 這是 某個 函數它是 被 知道怎麼被知道 是 藉由這個名字嘛 而且 可以被呼叫 應該是這個意思 他如果翻譯 我照內容 眾所周知 跟眾所周知 有什麼關係啊 喔 喔 根本就錯了 怎麼可以叫眾所周知呢 Name by which a function man 函數 已知且可釣用 的名字 對呀這個才是正確的翻譯 機器翻的都比你人好 一個函數是怎麼被知道了 就藉由這個名字嘛 而且 可以被釣用 可能 because 函數已知而且被釣用的那個東西 那個名稱就叫 Name 他名稱是翻那個字 喔 天啊 眾所周知 的函數名稱 可用於呼叫 哎唷 天啊 這是錯的太離譜了 這24頁也沒彈什麼我們就略過了 這裡吼 27頁 224頁我們這樣 可能在24頁那裡也是要討論的 這個字是要取消他的 你看機械翻譯都比你好耶 黃先生啊 阿彌陀佛 他是不是叫他研究生或助理去翻 自己來不及 數字去查看 都會笑死了 眾所周知 這是 這是 Google他 不知道是誰翻譯的 明白 人家翻譯這個我我已經 拍這個時間秀就不要說我沒做名出事 不能貼上 不能負貼啦 這裡就可以 這裏就可以 這裏就可以 這裏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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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收拾的韓式名稱 後面那句是ok的 可用於呼叫 唉 機器翻的都比都好 這是 方向內 allas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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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的名稱 韓式怎麼被命名了嗎 韓式椅子也是可以啦 因為他前面韓式一定是具名的嘛 所以這個OK嘛 Header Brought 一種機制 讓類別或其他名稱的定義 可供給多個程式使用 類別也有標頭啊對不對 所以說讓類別或其他名稱的定義 可供給多個程式使用 程式透過include指示詞 來使用標頭型號include Header 又是照這個字典去翻譯 一種 機制也對啦 一種作用 一種功能或是一種設置 Where by the definition of a class 還要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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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AN MECANISM MECAN Meta Available to a Program Use Ahead 這個指示詞它是directed 指示詞是英文的 If statement, if 數據 基於特殊條件 這只進行的條件式執行 conventional execution 如果條件為真 If的主體就會執行 若不是 你看注意哦 這個主體它還是用body 剛剛才講過 所以條件或方法裡頭的都叫body 有沒有 可是 body 韓式條件裡頭 可是其他的區塊 就不一定可以叫body 這個意思大概是這樣沒錯 若不是的話 ELS主體就會不會 如果有else的話 沒有就不會 initualize 就是我們前面一直講的初始化 初始化一個 剛剛不一定是執行個體才叫初始化 創建一個物件的同時 賦予它一個詞 這個物件其實也包括 不一定是物件 它這件還是物件 難道變數的設定初始詞 不能叫initualize 也許是 那只能叫assign 變數的可能叫assign 物件才叫initualize 要一個初始化或實作 把它實現出來 作為一個具體的動物 但是是抽象類別而已 give the aperture value at the same time 來的 it is create 可以創造 製造出來的產品 根據藍圖 製造 藍圖按構想 就像可能 iOS stream提供程式庫行別 用於資料 留導向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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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頭它搞怪翻 來製造 就是讓一個標頭提供了 其實你順的翻不是更清楚 提供了一個程式庫的行別 for 如果 資料流的這個 輸入和輸出就好 這個導向可以不翻 真的 唉唷 看英文真的不行 提供資料流 謝謝Google圖書 我真的要滿滿英文的輸入 啊 啊 In the stream 提供資料流 導向輸入的程式庫行別 程式庫行別 library time alright 這種行別是提供資料流的輸入就好了 輸入就好了 輸入流 流就有那個 他原來這個是流方向的意思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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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一個方向的意思啊 那你流其實就有向了嘛 沒有向怎麼會流 流一定有方向 幹嘛一定要把向幫出來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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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such as in string is defined by 這叫library 這叫程式庫的型別 這種型別就像這個 那是有標準程庫不命 翻的都有點 不太合原文 我念一遍它翻了 有標準程式庫standard library 定義的行為 是跟我剛剛翻的意思嗎 man會被作業系統呼叫來執行C++程式的函式 作業系統就是找這個man來執行 每個程式都必須有一個叫做man的函式 而且只能有一個 其實可以有兩個 可是只能有一個被執行 另外一個 如果有好多man的話 我寫C++是這樣 好多man的話 你在建置的時候要指定 它是哪一個man要執行 manipulator 操作form 就是nline 我們補寫資料是用來操作 manipulate manipulate 資料流本身的5件 sd scope operator nline 對 用來操作資料 manip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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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件 3件 這是一個5件 這也跟英文有點不太一樣 人家英文是引號 它變成括號manipulate Number of function 成員函式 Operation 有一個類別所定義的運算 通常成員函式會被呼叫 來對某個特定的無限進行運算 方法 method 方法 成員函式的同義詞 你看嗎 完全就是同義詞 所以 它跟成員函式才是同義詞 它不是跟函式是同義詞 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可以叫成員函式 等於是有點俗名 就是它的方法 method name 我給你講 那個方法 就好像欄尾一樣 英文 用method 這個字 絕對不是方法 也翻成方法 中文環境 方法 相當跨物 應該跟method 有一個方法 可以達成某件事 所以它這應該是有點 一個效能 或執行功能 所以method 或者方法 或者成員函式 它都會執行一些運算 有學會傳回詞 然後英文或者中文 我們想什麼叫方法 方法就是你達到一個目標的一個中介 工具 它的意思是取這個 然後翻譯就直接翻成方法 就好像那個fear 翻成藍位 它說功能變數不好 要用藍位 哦 藍位是什麼意思啊 笑死 我的裡頭 它以為是表格藍 不是耶 是那些功能變數 那種東西叫藍位 明明裡頭是一大堆 函數符號 變動耶 變動耶 是 有沒有說你是藍位 前面我們也看過 完全就翻譯了 是田 哈哈 我有場地嘛 有沒有 田野 哦 這樣 你看我們累是累是嗎 不是學橙子 哦 這個 有一半 絕大部分都是被他 養精兵總文 你很累 聽嗎 命名空間是 將一個程式庫所定義的名稱 放入單一位置的機制 命名空間可以協助避免不經意的名字衝突 因為名字不能重複到時候程式不知道到底你講的是哪一個 西加加標準程式庫所定義的名稱為命名空間 所以西加加標準程式庫定義的名稱都在命名空間 在STD這裡 STD這裡 STD這裡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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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這個 空中太多了 一個機制 一個設置 一個設置 mechanism 一個配置 一個安排 mechanism mechanism 這種安排 for putting name defined 名字的定義 注意這個名字前面有用到過 class name class other name 對不對 黑的 或其他的命名 注意這個很重要 在這個物件導向和它這個圓裡頭 這黑的 其他是命名空間 又來了 翻成命名我覺得又沒有傳人家到底要表達 像class也是劇名就好像我們剛剛選的 韓式一定是一個劇名的對不對 class你看class 就是 介紹那裡 他剛剛沒有講說class要去 class一定要有一個名字 因為class一個是特殊的 他就 在這個 念外面就在獨立成 他們都可以做黑的 所以你看這個跟這個是 一樣的都是用這個字 Not just Help mecanism mechanism mechanism是這樣 黑的 異業人 nexp ph Create in and retaining всю criminal Cape to a single place 成事復定義的名稱 包括class 我想耶 我放在同一個位置 我們不敬意,翻的很好 你看我們都對視 翻不經意是對的 不是故意的 你在翻不經意的就很爛 不經意就翻不經意 不經意不是刻意的錯誤 命名空間可以幫助避免的用不經意 無心之過 命名的這個錯誤 那些名字你看就好像那些 A class or other names 那些名字 被西加加的 nibrary 陳述庫定義的 in the name space 他這裡沒有說標準陳述庫 是說那些命名被定義 被西加加陳述庫定義的 都是在STD這個命名空間裡頭 所以你要西加加陳述庫裡頭都是用STD 雙毛號 這個scope operate 範籌運算值去帶出 你看 人家沒有標準 他就給他加個標準 好 呢 雙毛號 新的 奧斯頓提供資料流導向輸出功能的程式固形 PERIMETAL 类似參數流,韓式定義的 你看注意啊,韓式定義的一部份 規範核有核佩運作 你看啊,影術和參數差別就在這 你要調用它的時候,傳的詞叫影術,引用它嘛 它的定義的時候是叫參數 影術是拿來呼叫,參數是拿來定義 Return type它可能是空 傳回性別,一個韓式傳回的詞的行為就看太多了 面前面是印的就在 它的Return type就是 Source your integer Source by 原碼 原碼檔 這個詞用來描述,含有席加加程式原始碼的檔案 Standard error 標準錯誤,用於錯誤回報的輸出資料有一般來說 標準錯誤回報的輸出,標準錯誤會被放定到執行程式的視窗 像我們用的控制 主控台 那就執行程式的 Windows 視窗 Course me 標準錯誤的準確 標準翻Standard 中文文藝就看不懂 一個輸入資料流 通常關聯至程式 在其中執行 一個輸入 Standard Library 標準陳述我每個席家的編譯器 都對支援的新別 按程式 所成的集合 此程式庫提供用來支援IO型別 一家程式設計師通常會稱之為程式庫 喔 所以剛剛的Library 我們說它原文沒有標準 兩個字就是Method 9 NameSpace 9 它其實就是 可以審稱為程式庫 這類的Library 代表整個標準程式庫 它們也常用某個程式庫性別 來指稱該程式庫的特定部分 來指稱為程式庫 這個程式庫 平均有五個字要連讀 就是這個程庫 都隔離了行李 還指稱這個程式庫裡頭的 例如 IO string程式庫 就代表標準詞 標準詞是不中定義了IO類別的部分 你看嗎 類別 它這裡好處是它類別型別翻譯是很嚴謹的 被亂跑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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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集合是 type 各種形別和韓式 注意韓式不一定包括在類別裡頭 所以它就不能叫做方法 它就是韓式 西角就加了Must for Library Provider Timeline 提供了這種支援 Io Input In-Out Input Output 這個 新品 西角的Mutant to Talk about the Library Library use Standard Library 這樣就可以 修正我們前面說它那個 沒有標準它省略的問題 Stand-Out標準輸出一種輸出資料 通常 關聯制執行城市的輸出 這個Stand-Out其實中文應該翻成基本的 或者說本源的 本來的 因為它西加加的編譯器一定到資源了 城市庫裡頭 所以城市庫裡頭定義的不管是輸出輸入都叫Stand-Out 因為它是Stand-Out一個標準 我們說國際標準 一個標桿 對不對 標靶類似這種行 關注標準的那個行義 蘊涵就透不出來 人家會想歪都想到什麼標準 Stand-Out數據 城市的一部分指出該城市執行師會發生的某個動作 後面接著一個 Semi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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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運算式就是 一個數據 後面接著一個分號的運算式 Semicolon 就是 一個數據 其他 總的數據 包括區塊 DRAC 和IF4 ISWIRE 數據 它們全部 都 可以包含其他的數據 在Std標準程式庫所使用的命名空間 Std Cout 代表我們正在使用 定義於 Std 命名空間的名稱 在Cout 這裡它又錯了 又變Cout 發現一個校對的問題 Cout Cout 我們用的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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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翻譯的根本是荒槍走版 有 有啦 對啊 需要人家原文出 出現一次 它可能出現兩次 這是我眼睛畫面 第一次 String Literature 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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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這個 參考前面有一個 Character String 對不對 前頁 它是Character 二十六頁下面 到處大概第七行 Character String Literature 那它那裡是說 字圓、字串、字面子 那它說是字串、字面子的另一個名稱 那字串、字面子就在這 String Literature 前面有時候還會加個Character 包含在雙名號中的 0 或更多個字圓所行的序列叫 字串、字面子 String Literature String Literature 包含在參考中 0或更多個字圓 表示 0的話就一般所得的0長度至算 兩個雙名號加在一起 空在一起 中間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 這個未初始化的變種variable 好像 然後 然後 Low 或 OnInitial OnInitial OnIn OnIn On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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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類別形式是從類別來的 那假如你這個變數 是命名為這種形別 或者這種類別的形別 那他就會回去去找類別 類別的 在定義這種 形別的時候初始詞是不派給什麼 定義的還是 定義於還是 定義於還是內的內建型別變數 不會被初始化 除非有明確進行初始化 嘗試使用一個未初始化的變數 這只會產生錯誤 未初始化的變數是很常見的 湊重來用 所以定義一個變數之後 最好的習慣把它初始化 他這裡加個 寫體是 中文版它是 標凱體啦 提醒你注意 OnInitial Variables are a rich source of bugs rich 豐富 很常見 翻的倒是很好 說什麼 bob i reach 非常常見 那是定義型韓式內的內建 其別變數不會被初始化 可是 欸 所謂不會被初始化 可是我們那個man也只有韓式啊 定義在它裡頭的變數怎麼不會被初始化 我們 我們逐步執行的時候 在Visual Studio裡頭 它還是 在我們 達到我們初始化 那個sid and sign的時候 它還是會給它一個值啊 像In 對不對 會不會那個亂數值是不能用的 等一下 Variable變是一種具名的物件就叫 所以變數也類似 也當成是object 哦 因為 變數的形別可能是類型 它的 形別可能是類別定義的物件啊 不一定只是 所以不要把這個object跟數字 數字本身也是一個object 而且是具名的變數一定要具有名字 明確訊號 WireStatement Wire數據 只要一個指定的條件錯就反覆執行 Iterative 第二代說 Iteration Statement 其主體會被執行零或多 更多是取決 與條件的真假則錯怪 這個是 虎教運算式 Parenthesis 兩個用剛號 Cooperator 接在函數名上後面的一堆瓜虎 使 印算者會使用一個函數被凋養 會使一個函數被凋養 函數的影術可放在瓜虎內傳入 這個阿虎內傳入它需要的影術 有些影術是沒有或者可以省略 有些影術可放在瓜虎內傳入它 其運算值會使一個函數被凋養 函數被呼叫 扣或調用 函數 加加 parapars 其實加加就從這裡來 加加運算值 地真運算值 加地真 increment increment 新增 新增 異道 運算元 加加I 等同於I等於加加 有習慣寫左邊 複合指定 應算值 加等 複合指定 應算值 前面是B 應算值 複合指定 compound assign upgrade 將右運算元 將到左運算元 並把結果出現在左運算元 點運算值 duck 點號運算值 duck operate 左運算元 必須是類別型別的一個物件 而右運算元 必須是該物件中某個成員的名稱 至今算值 產生 產出 給定物件的那個名稱 的成員 至今算值 產出 給定物件 那個名稱 的成員 成員 產出 那個名稱 成員 類似前面 就是invoke 調用出來 吼 這裏沒有超限cej Operator is 產生 the name member 具名的成員 of the giving object 在這個被給定的 現在作用中的這個物件裡頭的 具名的成員 這個運算只會讓它生效 讓它出現 浮現出來 year的產生 它這裡有個方式產生 前面 前面還講feel的是範疇 就是把year 翻成產出也是不太好 可以說勾引出 不是勾引你的 很勾引 代出 代出比較好 代出來 此陰上子 還要下個會 會代出給定物件 會帶出前面 前面 左邊所指定的物件 內部的成員 內部的成員 右邊指明的內部的成員 是存取 是存取某個命名空間中的名稱 對不對 前面還講命名空間就是一些NAM的集合 STD STD SCOVE OPERATOR 指的是來自命名空間 STD 名稱 C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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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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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er 阿俊 應該是 牠們 的牠們是 牠們的牠們 第1NOT 算句是不是第1啊 NOT是筆記 表示 標記還真的咧 跟筆記有關記錄有關 標記白了咧 這個應該是有點 由於它所代表 左邊印象源所代表的東西 用代表是可以 第1NOT 递減印象值 減減的递減 從印象源減1 B 前景I等於I等於I等於I Dequement Dequement 這個是輸出運算式 右運算源寫到左運算源所代表的輸出資料名 CR Hi 寫到標準輸出 Standard Output 輸出運算可以串在一塊 注意啊這特殊的 串在一塊就寫成好一行 當你讀的時候還是他其實就好幾行我們前面試過 並在一起所以要串在一塊 那如果你是多行的話前面那個要在Cout 要在寫一邊 就不能省略 你看他的例子很好 寫出了Hi 第二次再寫出那個 Decrement Operate 欸? 那怎麼漏掉這一碗 等於預算值之後 有啊 欸?換他錯了 喔有啊 這兩個項號沒錯 看不太清楚 是一條變成一條 變成一條 你看他這個例子 Hi by 是不是接成Hi by 連的嗎 那你如果不要把它弄成一行 Can be chain 串連成一起 如果不要串連成一行 那個Cout就每個要在Cout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說的代表的 to the output string to the output string output string就是它 因為Cout 它代表的是 O string這個型別 這個O string 輸入 讀入進算值 輸入進算值 從左運算源 所以這件輸入資料流 讀取資料 存到右運算源 C 會將標準輸入的下一個值 讀到i 輸入運算可以串在一起 可以欠 那個會先把資料讀到i 然後讀到j 請號include 讓一個標頭中的程式碼 可被一個程式取用的指示 值得racket 讓一個標頭中的程式碼 所以哪個標頭就是include 後面空一個半型格子 如果是一個程式庫就是用 Angle Bracket 把腳掛號刮起來 如果是一般的class 或其他的名字就是用 雙引號 double quote 刮起來 然後 等於等於運算值 是相等性運算值 equal equality 測試左運算源 是否等於用運算源 相等性 不相等性 他這裡正文沒有提到 他叫不等性運算值 以equal equality 測試左運算源 是否不等於用運算源 他正文反而沒有提到這個 程碼號 其實這跟c 下坡 跟vb都一樣 vb裡頭有個like運算值 可以用這個 運算值 再一個 經常浩加等於一個門證 我也沒提 小於等於運算值 這個就是 小於或等於運算值 less than or equal operate 測試左運算源 是否小於或等於用運算源 小於運算值 是 less than operate 測試左運算源是否小於 大於或等於用運算值 大於或等於用運算值 greater than or equal operate 測試左運算源是否大於 或等於用運算值 大於或等於用運算值 zo 我們已快速入門 真不敢相信 所以快速入門是獨立的一篇 那不算第一篇 現在才要進入第一篇基本要素 快速入門有個大概的龍過 今天到十元門也四個鐘頭 下一集我們就從基本要素開始 阿彌陀佛少召越多 女佛到道越盡越盟越盟起祥 阿彌陀佛 哇!一點啦